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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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老師 大家好 那我們就要準備開始今天這一系列的研究竟動 因為各位老師們是來參加兩天 首先是由我來開場 我個人 我是台南市合術國中的林慶平 那我們今天的 就是今天的簡報 跟今天會提到的所有的資源 都在這個QR Code裡面 那如果這個因為有螢幕的那個線 所以老師沒辦法掃門的話 沒有關係的 我會有其中短網址 那我們的短網址是 gg.gg.hsjh.ar 這個hsjh就是我們學校的縮寫 不是核數民眾這樣 所以老師用兩種方式 可以拿到我們的所有的資源 那這個短網址 這個QR Code 連進去之後 是一個零關密碟 就是我們學校放所有課程資料的東西 那今天因為時間一定不夠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 全部的內容都手把手的 帶老師慢慢去播 那這個是一個菜單 如果老師等一下你聽到任何 你覺得有趣的 你也想要在課程中做看一看的 在我們的資料夾裡面 都有過往的研習的錄影 那老師就可以參考那些過往的研習的錄影 先自己摸索先自己玩看看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在這個簡報裡面也會有我的聯絡信箱 那你跟我聯絡 就可以幫你更多的協助 這樣子 那我們這兩天的研習 大概是這麼區分的 今天早上呢 雖然說會來參加的老師 應該是對人工資會有興趣 我雖然可能是很想要瞭解深層式AI 但是或許老師你們對於人工資的教學 還是有點太熟 然後有點怕怕的 所以在早上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還是要對人工資會 來進行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在我進行完 什麼是人工資會 然後我用的其實就是在我學校 對學生教學的後裏面 那當老師們對於人工資會 有基本的概念之後 那我會來介紹說 那我學校的課程是怎樣去規劃跟安排的 所以今天早上的部分是這樣 那接著到今天下午啊 明天啊 我就會正式進入到 延伸的那個深層式AI 這樣子 好 那之所以後來 擔當開場了 應該也是因為我是 從小學人工資會 培訓計畫的這個培訓教練 所以就來協助這個部分這樣 那這個是我的信箱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老師都可以寄信給我 包含你覺得 我的 一共給你的資源 有什麼地方有問題啊 或是地方安裝的時候 你覺得怪怪的 或者是你有深入的了解 那當然更歡迎的是 比如說你覺得有什麼地方 可以有更好的應用 那一定要跟我說 那這個資源呢 都在我們剛剛給老師的QR Code裡面 所以 我先去看一下我們的QR Code 在剛剛給老師們的QR Code 我們應該會套我們的 雲端空間 好先試一下 CG.GG 然後H1 就是H1的AI 好 那這個理念呢 就會有很多的 這個雜七達八的資料夾 就是我們學校的很多不同的活動 今天早上我們用的投影片呢 就在這個總覽裡面 在這個總覽裡面呢 教師用 你就會看到 人工智慧簡介 跟教學資源分享 那我有提供PDF 也有提供PPT 那這個PPT 提供PPT的目標 就是如果老師 你在教學上 我就直接拿我的簡報去改吧 不用客氣了 那你需要什麼圖片啊 什麼的 裡面都是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這個 提供給老師的資源 可以使用 那假設過了這兩天的 課程之後呢 要再回想 就是到了明天下 我們要再回想 今天這個部分呢 有些地方想不起來 沒有關係 有錄影 所以老師可以看那個 快速課程的體驗的那個影片啊 或許就可以 再想起來 在這個階段呢 分享哪些東西 OK 所以這個是 那個第一部分的 就是如果老師 你需要今天把上課程投影片 就在那個網址的這個總欄裡面 那這份投影片呢 分成了兩個部分 首先呢 是人工智慧的簡介 跟實作 那這裡呢 有很多 老夥伴 對人工智慧的內容 一定都很熟了 不過呢 我就還是來 聽一下小弟 在這個部分呢 是在學校怎麼帶學生啊 那當然 只有純念經 上課對著學生講 老師的工智慧 很無聊啊 所以我們在課程中 裡面會穿插一些實作 所以第一部分呢 就是在講 這個 內容跟實作 怎麼去搭 那第二部分呢 就會介紹說 我們學校的 課程資源的分享 如果老師 你們有去參加過一些夢園啊 然後有聽過我的 就是有看到我開的課啊 都很臭屁的說 我們是史上最豐富的 人工智慧的分享 我也有這個信心 這個分享的部分呢 一定是很精彩的 就是寶貝 菜單這樣子 好 我們早上就是分成這兩個 那為什麼我們要進行 人工智慧的教育呢 這個 我之所以會進行 人工智慧的教育 當然是會 我有接到 人工智慧的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呢 每一年的五六月都會增見 那老師 如果你也有興趣 想要加入這個計畫啊 那每年的五月六月 可能就要留意相關的功倫 那加入計畫之後 當然會有錢 讓你可以買東西去執行計畫 然後把你們學校的一些資源補足啊 但是我覺得加入計畫 更大的優勢呢 是他會配一個輔導教授給你 那我其實對於人工智慧的東西呢 也就是 之前也都是不會的 都是知道的 就是憑藉著計畫的幫助啊 他配了輔導教授給你之後呢 太棒了 終於抓到了 那個救命的木頭啊 就發著教授一直問問題 那漸漸的啊 才把我的相關的知識扶起來啊 所以如果老師你也覺得 想要教人工智慧 但是你苦於沒有資源 然後有很多的疑問啊 那歡迎我就請來 看一下我們這個計畫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人工智慧的教育呢 我覺得有以下三個原因啊 第一個是我想要讓我們的學生呢 登上時代啊 這個都會有人問喔 人工智慧的東西現在有在課當裡面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你要這麼麻煩 這可能就是到課程上就好了 你幹嘛自己去弄這些教材 然後這樣上課呢 因為呢 資訊科技課欸 難道我們還要再發 作文給學生 然後說來吧 打字 打字 我覺得太OFATION了 所以我會希望在我的資訊教育課呢 可以讓學生去玩到最新最流行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呢 我會想讓學生跟上課的時代 那後來在我執行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呢 哇其實AI是一個工具嘛 所以我可不可以透過AI這個工具 透過很多AI的活動 來教我原本的內容 那我的課程加過其實不太需要動 我只是把本來的我教學的工具呢 改成用AI呢 其實可以喔 而且既然你跟AI的主題 扣在一起的話 學生其實都會覺得比較有進具啊 說實在的喔 現在學生他從國小就都在用Squatch在寫程式 寫啊寫啊 有些學生寫到國三早就不想寫了啊 還在寫Squatch 但是我們的配用Squatch來弄出AI的東西呢 那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以前呢 我們做的遊戲啊 就是用鍵盤 上下左右 控制那個角色在動嘛 後來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聲控的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影像電視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的課程內容還是在教原本那些東西 只是呢 後來我把它延伸變成AI 欸他學生就會覺得很有趣 那我也不太需要去改我的課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二點呢 還是 欸真的不錯喔 AI這個工具不錯 那第三個是呢 我覺得既然AI是工具啊 他非常的適合拿來做跨域整合 他非常的適合拿來做一些素養保向的教學啊 就是讓他學了之後呢 真的要能夠用在他的生活中 所以以上這三個啊 都是為什麼我們學校要堅持 我們學校參加人工智慧的計畫已經三年了 那接下來就是第四年 那為什麼我們堅持要繼續做呢 我覺得有這三個原因 那如果這三個原因呢 老師你任投啟動了一點啊 那就歡迎 就一起在學校 我們來一起來教AI看看啊 那只是啊 這個已經決定要教人工智慧了嘛 那到底要教什麼呢 這個在我們去參加很多擺攤的時候啊 民眾對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啊 這個AI的題材很難欸 學生國中生欸 寫得出這樣子的程式嗎 哇這個就要回頭來看一個問題了 在我們的國中跟國小階段啊 到底要教學生到多生 然後教他什麼東西呢 我個人是認為呢 其實應該有這五個可以跟學生分享的啦 就是至少要讓他知道說人工智慧是什麼嘛 人工智慧可以做什麼嘛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人工智慧 為什麼你不用一般的規則啊 為什麼不用人力來判斷啊 那比較進階的再讓他知道說 人工智慧是怎麼做到的 還有人工智慧要怎麼樣把它做得更好 那像這邊呢 其實我覺得啊 就會有很多搭配的啊 素養的啊 讓學生就是真的很有趣的部分可以做 那把這一堆東西啊 就是簡單的整理起來看的話呢 我覺得在課程中啊 會有三個環環相扣的元素啊 就是呢 我會希望學生呢 很紮實的了解人工智慧是什麼 人工智慧的原理啊 一點點的數學那些 那我會希望學生呢 訓練出一個很精準的很棒的AI 可以真的幫他辨識出 這個效果很不錯 那當然我也希望學生呢 能夠去使用AI 把他用在他的生活中啊 那這三個東西呢 我認為絕對不是只教其中一個就可以 比如說ChampGP會多 比如說這兩邊的聯繫主角 可能是生成是AI嘛 那可能就會有老師覺得說 我就教他ChampGP怎麼用啊 就是教他用AI這一塊 但是如果學生對於這個模型 是怎麼弄出來的 他沒有概念啊 但是會容易的全盤的相信 然後就常常會有些錯誤的資訊 他沒有辦法去辨識呢 那就有可能吧 所以呢 像我們這兩邊的主角 其實應該是用AI 就是這個生成是AI的部分 但是呢在用AI之前呢 怎麼樣去把AI學好啊 然後怎麼樣讓學生去製作出自己的AI 然後藉由製作出自己的AI 再把他的知識去把它補充 然後做出來的AI 還是要用在他的生活中 所以這三塊呢其實是環環相扣 然後一層一層慢慢堆上去的這樣子 絕對不是紙上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那只是啊 這個純面筋真的很無聊啊 我會用很多的活動想辦法把它包著去一點 那但是啊 雖然說這邊有這三塊 但是我覺得老師們都要先想一下 對你來說呢 這個繞著繞著 繞到哪一個是終點呢 或許有些老師覺得說 我就是學生 希望學生去學到很紮實的人工智慧的技術 那也可以嘛 或者有些專案有些比賽啊 希望學生訓練出一個超精準的模型 那也可以嘛 那或者是有些專案呢 希望學生能夠真的把AI用在他的生活中 那也可以嘛 所以這三個哪一個是終點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這個就是老師們 要自己去想一下哪一種才是你想要的 那當然這兩天就是要做人工智慧的分享啊 那我們會講生成式AI嘛 所以這個是流行啊 就是反正生成式AI最近很紅啊 所以老師們應該參加了好幾場練習 都是沒事像這樣子 好吧 接下來我要上課了 那我的課程怎麼規劃呢 就先問你看看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請ChairGP呢 幫我想一個人工智慧的課程 那看了之後呢 就會發現啊 沒有什麼問題了 它的架構真的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人工智慧的基礎的知識啊 然後機器學習啊 然後深入學習啊 然後呢 最後一些主題 就是生成式的模型 然後其他的專案呢 之類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分享 這兩天的分享 大概就是依照這樣子的脈絡 所以首先 在早上這個部分呢 我會先跟老師們介紹這個基礎的知識 那我這幾次 就依照剛剛的AI的建議啦 就是我是根據人工智慧的發展歷史 來說明 還有實作各個階段的知識跟技術 那接著在我們學校 就會有用AI的一些活動啊 帶學生去了解它背後的一點點的數學概念 然後呢 我會有一些機器學習跟深入學習的特色課程 這個部分呢 在早上我會簡單的說明 就是示範說我們有這些東西啊 但是是沒有時間帶有什麼實作的啊 所以呢 我們的早上這個部分 會有藍色、橘色跟綠色的參觀 但是橘色跟綠色呢 就是簡單的說明 我會把主要的時間呢 放在知識的介紹 那接下來 這才是這兩天的練習的主講 就是生成式AI的概念 還有應用啊 這個就會從今天下午開始 會集中在生成式AI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兩天的課程 好 所以呢 早上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看看這個AI的基礎知識 還有始作啦 那課程的脈絡 就是根據Channel GPT的推薦 那其實這個也是 我在我們學校 帶學生了解人工智慧的整個脈絡 那看起來很多 其實還好 大概兩節課、三節課呢 差不多就結束了 那就是人工智慧的定義啊 人工智慧的發展歷史啊 然後人工智慧的發展歷史 最後會講到 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嗎 所以後來才來講 機器學習是什麼啊 深度學習是什麼 那最後呢 再由深度學習 帶出生成式AI的部分 所以早上呢 是大概到這邊了 好 所以呢 什麼是人工智慧呢 人工智慧的定義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 就是 你看到的接下來 就是我在學校 帶學生的時候 用的投影片 所以呢 首先這個是一個 很抽象的問題 什麼是人工智慧 那 學生大概講不出來 他大概就是說 我們這個AI 就是講了一些 不是標準答案的東西 那我就會先把答案 我就會先把問題先縮小 那你覺得什麼叫做智慧呢 學生會說 會思考啊 會學習啊 會記憶啊 那其實 單純的會記憶不叫做有智慧嘛 他必須要把他的記憶 拿出來用 才叫做 才叫做 有智慧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問學生說 那請問你 每一天都會思考什麼問題呢 這個問題呢 問了好多場 這個學生的答案都差不多 老師的答案都差不多 沒關係 等一下中午要吃什麼 等一下晚餐要吃什麼 學生都會考慮到自己要吃什麼 那我覺得 重點是下面這一句 OK 你的問題是 這個中午要吃什麼 晚上要吃什麼 那你是怎麼解決的呢 他就說 我就去Seven看啊 看什麼呢 去Seven看看這個包裝 所以沒錯的 我們就是進去Seven 去便利商店之後呢 看看這個包裝 上面有這個 這個紅蘿蔔 我不喜歡吃 我不喜歡它的味道 所以這個紅蘿蔔 就不要吃 哇這個包裝上面呢 這個肉醬肉燥 看起來好鹹 好有味道 我就選擇它 或者是我看到這個包裝上呢 這個小黃瓜 這個天氣好熱喔 小黃瓜給我的感覺呢 就是很清涼 然後感覺很不錯 所以我就選擇要吃這個 這個有小黃瓜的食物 所以呢 我們的解決方法其實是 會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 來幫你們做出一些判斷 根據你過去的經驗 你覺得紅蘿蔔的味道 不喜歡 我比較是有紅蘿蔔的 根據你過去的經驗 這個肉醬 這個肉燥 看起來味道很棒 我們就選擇它 那根據你過去的經驗呢 這個小黃瓜 可以讓你的身體很舒服 所以你就選擇它 所以智慧就是 根據過去的經驗 幫我們做出一些判斷 所以人工的智慧 也是這麼做的 就是電腦會根據 我們給它的很多資料 我們給它的很多經驗 來幫你們做出判斷 所以在我的這個 人工智慧的課程之前 他們會做到IDUNO的程式 會做到一些機器人 那我就會問他們說 你覺得當初我們教你的IDUNO程式 或者是利用偵測器的機器人 算不算是人工智慧呢 當然不算 但是這一句話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句 這個有很多學生 在國小 他可能會去參加一些 廠商的培訓營 廠商的暑假營隊 那營隊的名稱就叫做 AI機器人 然後學生去學了一個暑假之後 來到學校之後 就很臭屁的說 老師 AI AI我都會了 很厲害 結果你問他 問了半天 他會的是AI嗎 根本不是 他會的只有機器人而已 所以我覺得學生 在這個時代 會有非常多的錯誤的概念 那我覺得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一定要跟他糾正 你單純的寫好程式 用規則 單純的利用那些偵測器 絕對不叫做AI 什麼叫做AI 就是要根據他的資料 來學習 來做出判斷 所以在我們的課程中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提供他很多很多的資料 就會用很多的活動 要做電視 那為什麼人工智慧 可以幫你們做出判斷呢 大致上的原理就是 電腦可以想辦法用數學 然後幫我們把資料 進行分類或者是分群 也就是說 如果我的手邊 現在有一大堆的 實心的圓圈圈 跟一大堆的空心圓圈圈 只要我能夠想辦法 把中間的這個分隔接線找出來 那未來我有一個位置的資料 把他放進來的時候 如果這個位置的資料是在這邊 那他就是屬於空心的那一類 那如果位置的資料 放進來的時候 也是坐落在這個區域 那他就是屬於死心的圓圈圈 所以人工智慧 為什麼可以幫你分類 為什麼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紅蘿蔔分成了 就是把某一種食物分成了 喜歡跟不喜歡的呢 那就是我想辦法 把中間的那個分類的界線找出來 根據我很多很多的食物 然後根據什麼什麼特徵 那就知道說主人哪 比較喜歡什麼東西 比較不喜歡什麼東西 所以現在看到一個什麼什麼 把他點把那個數值 把他數值化 然後點進來看看 看看是在哪一區 就會知道 所以這個人工智慧 後面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但是這件事情看起來不難做 我們就把中間的分隔界線找出來而已 有什麼好智慧呢 智慧就在於 在生活中的資料 通常沒有那麼的完美 我們要把中間的那個分隔界線找出來 通常是這樣子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的資料 所以其實不容易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最完美的解答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電腦的運算 幫我們找到目前當下的最好的解答 所以人工智慧在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想辦法調整 調整 去調整出目前他任何的最佳解這樣子 所以智慧的部分就在這個部分 那目前人工智慧在生活中 大部分是幫我們做出預測 辨識跟判斷 那這個就會有很多例子 那我自己講到這邊的時候 你都會跟學生介紹說 影像的辨識有哪些例子 聲音的辨識 無知的辨識 像影像辨識 我覺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那個停車場 以前我們開車進去停車場的時候 那個車窗要搖下來 然後身手去按個代幣 像我開車技術不好 那個角度很差 代幣很難走 對不對 比較解安全帶 然後開門 這個去弄 但是現在都用影像辨識 直接掃臉的車牌 就很快 像有些大學人會有 直接掃臉 就打卡 所以像這個 都是影像辨識的一些生活的例子 先讓他大概知道 那聲音的辨識他們也都知道 像是Siri 像是OKGoogle 他們講話都可以辨識 那文字的辨識 這個學生就比較不知道了 其實就是很多的廣告 比如說你上網搜尋了一個東西的型號 比如說你亂搜尋了 你搜尋了什麼C900 一個奇怪的數字 那你自己知道說C900是一個洗衣機的型號 結果電腦過了幾天之後 你的FB瘋狂的跳出洗衣機的廣告 而且奇怪 我也沒有搜尋洗衣機 而是搜尋了一個型號而已 他為什麼知道我搜尋的這個是洗衣機呢 其實他不知道 他只是把網路上這一大堆的型號 和自己想辦法去區分 他會知道哪些日詞之間的關係比較接近 他也不知道你要的是洗衣機 那就把類似的 他認為類似的東西都丟給你 所以有時候會丟錯嘛 明明你今天搜尋的是洗衣機 隔天你出現了3D錄表記 就是可能型號很像還是什麼的 所以像知道我們叫做文字的辨識 那數字這個就更多了 比如說天氣的預報啊什麼的 都是在做數字的辨識 那最新的潮流 大概這半年來 就是利用深層式AI 來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 所以這兩天主角呢 就會放在這個部分 那接著呢 就是剛剛都是人工智慧的基本定義啊 那接下來就是人工智慧的發展的 不同的階段 人工智慧呢 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他在1956年那個時候就出現了 那在1956年出現的時候呢 哇那時候的新聞呢跟現在一樣 這個電腦啊就即將要取代人類了 電腦啊即將很厲害了 這個人類以後的工作多麼的輕鬆啊 就跟現在的新聞一模一樣 結果呢坐著坐著坐著呢 就發現好像有諸多的限制啊 所以後來就摔退了 那後來呢就會鑽那個怎麼 電腦科學家喔 這區工程師喔 又發現了新的鐵馬嘛 那再坐看看 他又熱門了起來 然後後來又摔退了 所以其實人工智慧呢 總共經歷過了三波的熱潮 那我們就會依照這三波的熱潮呢 就分斷地去介紹 所以第一次的熱潮呢 叫做感知器 那什麼是感知器呢 感知器的時代呢 就是我們希望電腦 能夠像人類一樣 對事情做出反應 那什麼叫做電腦 像人類一樣對事情做出反應啊 背後的原理其實就是把資料分類啊 那就是我把資料分成了 我喜歡的跟不喜歡的 或者是這個就是那個 能夠做出反應的嘛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是要用數學來算 那像這一堆 你看到的東西啊 其實就是感知器的 數學的樣態 那我以前呢 一直認為說感知器耶 所以那時候申請了AI的計畫 我第一個問我們輔導教授的問題 就是老師 感知器耶 可以拿出來給我看看 感知器到底長怎樣嗎 後來我才知道我問了一個很蠢的問題 因為感知器根本就不是一個東西啊 感知器呢 它只是一個數學的公式 我們利用這個數學的公式呢 把很多的輸入丟進去之後 然後根據數學的公式呢 幫我吐了一個輸出出來 那吐了這個輸出呢 就是分類 所以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輸入 最後告訴我一個結果 所以呢 像是比如說啦 現在我把很多食物的相關的數值啊 很多相關的特徵都把它數值化 那把食物的特徵都數值化 丟進去運算之後呢 他就告訴我喜歡或者是不喜歡 他喜歡的我就選他 不喜歡的我就不要選 所以像這個呢 就是電腦像人類一樣 對事情做出反應 那背後的原理 就是用數學把資料分類 那他不一樣的地方 他厲害的地方 跟他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他會自動的調整權重啊 他的計算過程就是很多的特徵資料 乘以各自對應的權重 然後呢 丟進去我們看不同的公式 然後把它算出啊 那這個中間這個權重呢 是會自己調整的 所以在我們剛剛講這個分類的題的時候呢 就有說過了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找出目前最完美的解答 但是啊 我可以根據調整那個權重呢 找出目前的最佳解 那感知器的這個運作呢 的方向呢 非常的像生物的神經啦 因為生物的神經呢 就是有很多的訊號進來之後 會被我的細胞核處理 然後呢 再吐一個東西出去 那可能就到下一個神經去 這個我剛剛說的感知器啊 他運作的方向很像 我有很多的輸入 那經過我中間的這個運算之後呢 就放了結果出來 所以由於他的運作方向 非常的像生物的神經 神經的運作方向 所以後來又稱了人工神經啊 所以我以前 就會問教授說 人工神經欸 我可以拿出來看 感知器我可以拿出來看 不行啦 也一開始就是一個 數學公式 他們唯一降的地方呢 就只有那個 流動的方向 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 那 講完這個第一部分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 感知器的 Squish的 這個程式 簡單來說呢 就是這個啊 你按了綠型之後呢 他會隨機的幫你把資料 點在坐標槽上 那接著呢 他那個公式啊 什麼都寫好了 那接著呢 你就按右鍵 他就會去更新 原本呢 你會觀察到 他這邊的權重啊 大概都是0.03 那每一次按的時候呢 這個權重就會更新更新更新 那本來呢 他的這個分格的界線呢 一定是找得很不好的 那隨著你每次按著按著按著啊 他就會修正修正修正 調整調整 所以學生呢 就要去觀察這邊的權重 是會自己變的喔 然後呢 再去觀察這個分格的界線 他就幫我們把這個分格界線找出來 所以這個呢 就是這個感知器的 就是用Squatch 然後讓學生來看一下說 原來他的運作是這樣 那我後來自己是有根據他的內容來修改 那這個就放到後面的時候 再跟老師分享喔 好 那第一階段的這個感知器呢 因為硬體的限制 那時候畢竟是195多年 196多年啦 那因為硬體還沒有發展得很成熟啊 所以感知器的 互相連接的量呢 不多 稍稍的 所以其實他的運算很有限 沒有辦法全面的學習 那在當時呢 他也沒有辦法解決非線性的問題 所謂的非 像我們剛剛遇到的這種問題呢 叫做線性的 就是我畫一條直線 就可以很好的把我的資料分類 這種叫做線性 那非線性啊 就是我用一條直線沒有辦法區分的啊 那感知器沒有辦法幫我畫這種資料分類嘛 所以後來就發現 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後來就沒落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階段 這個感知器的技術 那第二階段 這個沒落之後呢 科學家們當然就要想新的方法 所以漸漸的就出現了 第二個 就是我們不希望電腦是很全面的 什麼都會 我希望電腦呢 在某一個部分當專家就好了 那這個就叫做專家系統 於是呢 就又開始熱門的起 這個時候大概是1980年啊 那這個專家系統呢 其實是由兩個部分組合而成的 它是由知識庫 還有推理機 那它的推理機呢 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很多的衣服 EOS 這樣子一直去ROAD 這樣子而已 那做個比喻呢 它就是很像一個很厲害的銷售員 他把銷售商品的技巧 把它列出來 那店長就照著做 所以比如說有一個銀行的貸款專員 那AI的啊 經過訓練之後呢 他就會先問這個 打電話過去 先問說 你是不是學生啊 如果你是學生呢 就算了 就謝謝你 如果你不是學生 他就先問說 你有沒有信用不良呢 如果你有信用不良的紀錄 那就不要擁他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繼續往後 所以像這個呢 就是一個銀行貸款專員 就是我們把老師傅的經驗列出來 那讓電腦呢 跟隨著這樣子去做 那像這種呢 他這個數其實會很像決策數啦 但是他其實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決策數這樣子 那不過呢 專家系統是有他的限制 因為老師傅的經驗非常的多嘛 我們很難全部都列出來 而且有的時候呢 這個有時候判斷是種感覺 你對這個師傅他也沒有辦法講出個說語 所以真的很難全部列出 那第二個就是啊 專家系統是有天花板的喔 專家系統沒有辦法超越他的設計者 沒有辦法清出瑜覽啊 所以後來呢 也因此就帶陌落的這樣 所以這個是第二次的熱潮 那專家系統這裡也有個網站 那我覺得這個也蠻神奇的 然後我剛剛Squatch這個活過來 那我就寫 我就先示範一下Squatch這個 這個很簡單 應該是Icon 按綠席 按綠席呢 他就會隨機的幫我把資料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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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上去 那接著啊 你看他的權重呢 都是0.30.3 所以他原本找出來的這個Fengor的界線啊 哇效果太好了 那接著當我按右鍵呢 他就會更新 所以那他是怎麼更新的呢 這個在我後面的數學的部分才會講 一開始先讓學生去了解什麼是感知器的時候呢 是不說那個數學的啦 那只要讓他知道說反正他會繼續算 所以當他把參數自動調整完之後呢 哇你看這條線就好多了 那接著呢 我再按右鍵右鍵右鍵 你看他就會把 他就會去找出他認為越來越好的線 那當然 如果老師有稍微Squatch的基礎啊 是可以進去看他的程式 那把這個資料呢 改的稍微 像現在資料 這個分類的界線非常的明顯啊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資料 要湊得再更近一點 然後再有點更紮亂呢 也是可以的 那就可以幫助學生再去觀察到很多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有進行一些修改 那到後面再跟老師分享 那接著呢 就是剛剛說的 這個是第一個感知器的體驗 那第二個呢 是這個20Q 這個就是專家系統 這個20Q進來以後啊 他就會問你很多的語言 然後這邊呢 就有一個繁體中文版 可以選 什麼是20Q呢 20Q就是20個混體啊 那這個網站是說呢 他有信心 在20個混體以內呢 猜出你的心理念在想什麼 那這裡呢 就把這個 性別啊 年齡啊 把它點一點 那 國家這邊其實是 請他來可以選啊 找一下喔 來 好 如果一時間找不到的話呢 就給他亂選 沒關係 是有看過嗎 有啦 選他 然後呢就開始遊戲 不過這個完全不影響你的使用 那我把畫面調大一點 好 所以呢 他這裡有說 你想像的目標啊 然後呢 這個AI 就會通過一些簡單的問題 來描繪你想像的目標 那想像的東西呢 必須是一個通用的東西啦 不能夠是一個特殊的人物 所以因為他 你的心裡面想的是靈性 他一定講不出來的 對不對 你要想的必須是一個通用的 那他有信心 在20個問題之內呢 破解你的心裡面的意義啊 所以呢 我們一起來玩一下吧 我們先一起想一個東西 有沒有老師 心裡面想到的什麼好的問題呢 隨便想一個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 還是要我想 那我就想那個 我想一下喔 想什麼呢 想跑車好了 好不好 跑車 那跑車是動物 是蔬菜 是天然之源 還是其他的 跑車應該是其他的 所以我們就先選這個 那第二個問題是籃球員會不會使用他呢 籃球員會不會開跑車 應該會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先選4 那使用他需要付款嗎 要買跑車 要錢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先選4 那他有指定的號碼嗎 跑車欸 我覺得應該算有吧 就是他的車牌對不對 我就先選4 好那他是機械的嗎 當然是機械的 跑車嘛 那他容易碎嗎 跑車容易碎嗎 容易嗎 算不容易 當然喔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後面還有很多可以選 那我就先選他不容易碎 他會旋轉嗎 哇 這個他會旋轉嗎 跑車算不算會旋轉呢 選部分的好了 就是他的引擎 他的輪子會旋轉對不對 就先選部分 那他會不會燙呢 應該部分會燙 他的這個引擎 這個排氣管 應該蠻燙的 他會否滾動呢 我覺得他應該不算是滾動 因為他在地上走的時候 我就是好好的走 所以算滑 他不滾動 那我們可以閱讀他嗎 應該是不可以 沒有辦法閱讀他 他會不會動 應該算是會動 那他可不可以令人欣慰呢 這個好奇怪的物體 不會讓我吸退呢 算是獲取好了 有獲取 他可不可以燃燒呢 裡面的可不可以燃燒 我覺得算部份可以燃燒吧 我覺得裡面的汽油會燒起來 那他會否浮起來呢 一定不會 不過這個浮起來應該是丟進去水裡 他會否 我覺得先假設他不會 他適合任何年齡的人使用嗎 應該不是 就是這個 成年人才可以開跑車嗎 對不對 所以我先選否 那他可以循環再利用嗎 可以篩好 循環再利用 就是能夠用好幾次的意思嗎 那我先選是 是 那他會發出咆哮的聲音嗎 算是 他以前聲音還蠻大的 那他是塑膠做的嗎 那部分 他裡面有一部分是塑膠 那你看他就會 第Q19 他就先猜他是小型的摩托車 欸 居然很神欸 居然根據我們剛剛的那些問題呢 他先有一個答案 他這個呢 不是 但是不過很接近的對不對 就是很接近 然後呢 你看 他就會猜他是有活動 居然這個好神奇喔 出現這個奇怪的答案 那我就 因為我也不確定他有沒有跑車這個選項 然後就先說接近 不過其實嚴格來說呢 算是他猜到了這樣子 好 他是否可以幫助我找到路呢 算是 算是 算是可以吧 就是 喔唷 天啊 出現了欸 有沒有很神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20Q 那這個網站他是怎麼做到的 當然他的背後有一大堆的答案 那接著就是很多 如果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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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推理機 所以根據這樣的推理呢 他就推出了20Q 所以像這個網站是什麼呢 這個網站就是這個專家系統 那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在20Q的時候 就答出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是否可以滾動 這個畢竟有時候是翻譯的問題啦 所以這個資料庫呢 認為跑車是可以滾動的 這個有點怪 跑車怎麼會滾動呢 那跑車可能不可以浮起來呢 我說不可以 但是這個AI 他的系統裡面 是覺得他是可以浮起來 他可能可以浮起來 那如果有抵觸呢 沒有關係 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就會重新訓練啊什麼的 所以像這個 就是20Q 就是一個專家系統的體驗 所以到目前呢 這個就是專家系統的截圖 所以呢 在我的課程裡面 介紹完這個感知器之後呢 感知器有活動可以做 那專家系統呢 也有專家系統可以做 就是讓他簡單的知道說 原來這個就是這麼一回事 然後呢 才是重點 這個專家系統 因為剛剛說的種種的限制 沒有辦法清出餘覽啊 然後有保養那些限制 所以後來又沒落了嘛 接下來呢 大概從1993年 1992年開始呢 就是第三波的熱潮 而且呢我個人甚至是認為啊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到第四波了啦 第四波就是深層式AI 我是輸了都還跟不上 所以目前都只列到第三次 那第三次熱潮呢 當然就是機器學習 就是深入學習 好 所以呢 那就開始要介紹了 什麼是機器學習呢 既然剛剛專家系統的缺點就是啊 經驗是教不完的啊 那我們就想要給電腦很多的例子 那讓電腦呢 自己從資料中學習 那這個也是我們剛剛 就是問學生什麼是AI 後來的結論嘛 就是電腦能夠從資料 能夠從我給他的經驗來學習 所以比如說我給他很多很多蘋果的照片 有大顆的 有小顆的 有各種角度的 那我給他很多很多橘子的照片 有大顆的 有小顆的 有各種角度 然後跟他說這個叫做橘子 那這個動作叫做標記啊 標記他是橘子橘子 標記標記 標記橘子橘子 標記這個是蘋果 標記標記 蘋果標記標記 那我再給電腦很多的這個鳳梨 然後有大顆的有小顆的 有各種角度 然後標記說這個叫做鳳梨鳳梨鳳梨 後來電腦就會想辦法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判斷 那他就可以學起來了 就會知道什麼什麼樣態啊 叫做蘋果 那什麼什麼樣態叫做橘子 那什麼什麼樣態呢 就叫做鳳梨 所以電腦 從我們給他的資料中來學習呢 這些事情就叫做機器學習 那由於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這個第三波了嘛 所以現在只要講到人工智慧呢 大概就是這些啦 那像人工智慧其實是 前面有好幾種舊的技術嘛對不對 那你會覺得 前面那個感知器 前面那個專家系統 怎麼聽起來沒有什麼人工智慧的感覺啊 沒錯 因為那個是比較古老傳統的技術啊 那到現在呢 我們只要講到人工智慧 大概就是在講機器學習 所以現在只要講到人工智慧呢 大概就是希望電腦可以從資料中自己去學啊 那這裡呢就有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蠻歸建老師們玩的 這個網站呢是英國的 然後應該是 IBM 的工程師的網站 這個網站呢叫做 Morchun Learning for Kids 那我也是簡單的快速的帶老師們體驗一下齁 好 那等一下如果有時間呢 我會讓老師們就是動鎖實坐 不過時間可能太夠 所以我先示範 在這個網站裡面呢 等一下喔 先把它放大 好 這個網站裡面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專案可以用 所以你進來這個網站之後啊 點左上方那個作品清單啊 就會發現 哇有四十幾個欸 應該到四十三了吧 在我一開始接觸到這個網站的時候呢 他只有十七個專案 他是火人 所以他又會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 那你說啊這個網站很方便啊 在這邊點了這個下載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專案抓下來用了嗎 不是的齁 沒有那麼天真齁 這個下載呢 是叫案齁 而且因為這個網站是英國人的嘛 所以他就是英文的叫案 所以就要看英文齁 但是啊 他除了叫案之外呢 還會有學生手冊 你可以抓學生手冊就好 然後學生手冊上面呢 就會跟你說 你希望做這個專案啊 那應該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那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難易度啦 有beginner啊 然後有什麼進階的 然後有比較高階的 我們就去挑 那我個人是建議玩這個圈插遊戲 為什麼要選擇圈插遊戲呢 等一下我會解釋 在這邊 在中間下面這邊嗎 在這邊 在最左邊這裡啊 有一個圈插遊戲 那雖然說他這裡是寫說 他是用這個Python 但是其實不用 他用Squatch也可以做 對 那我們製作也推薦這個網站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專案啊 用Squatch就可以玩 那這個網站呢 一定要登錄的 不過不註冊沒關係 他有這個不註冊的專案 為什麼一定要登錄 因為人工智慧 就是要跟隨著 你給他的資料 來做訓練 來做判斷 來做辨識嘛 那總是要先有一個帳號 來索文你那些資料啊 那些資料就參達在一起了 所以呢 他這邊有一個B級使用 那就可以用到沒有註冊的方案 那有註冊的話呢 就變成資料 就是一定要老師才可以註冊啦 你註冊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帳號跟密碼 就派給學生 而且呢這個網站雖然說是非公家的 但是我覺得他還蠻注重資訊安全的 他的帳號跟密碼呢 是不能夠改 只能夠用他派給你的那個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他會不會偷偷的去竊取你習慣的密碼 不行的喔 他就是說統一派一個密碼給你 那如果你是註冊的啊 那你就會總共有30個帳號 那扣掉老師一個 所以你才有29個學生 那註冊的方案呢 就是資料可以共享 所以比如說你想要快速的訓練 那個全插遊戲的AI啊 那就是全部的學生一起在拿資料 就會比較快 但是不一定要註冊啦 我覺得這個沒有註冊的方案呢 就還蠻夠用的 所以我就使用這個註冊 好 那其實呢 在這個網站最難做的地方就是這個步驟 就是其實我要先去了解 我希望訓練什麼東西啊 比如說現在我希望訓練一個天氣的模型 那我應該要把天氣的溫度 天氣的濕度 日照角度啊 一大堆的數字丟進去啊 所以一開始呢 我要去新增一個我的專案 就要跟他說好我希望訓練什麼訓練什麼訓練什麼 但是這個很麻煩 對學生來說操作也很麻煩嘛 這個網站方便的地方在於啊 他已經給予很多範文了 所以我就先點這個使用範文 那這個範文裡面呢 就有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全插遊戲 所以為什麼我推薦玩全插遊戲呢 因為他就在這個範文裡面 那當然如果老師你看一看 你覺得其他有好的呢 你也可以玩看看 像這個鐵拿零號啊 我覺得有點殘忍 但是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把 當時鐵拿零號所有的乘客的資料啊 都丟進去訓練了 包含他的性別啊 年齡啊 性名啊 座位啊 什麼一大堆 那接著這個 這個遊戲就是 你去虛擬一個人命 然後他的性別 就比如說你把你自己的資料輸進去好了 你的年齡 性別 性名 然後座位啊 什麼什麼 他可以預測你的存活機率 這樣可以知道說 欸我會不會活下 這樣子 就是一個惡區位 就這個 老師可以玩看看 那我個人也還蠻推薦這個寶可夢遊戲的 不過我覺得他還可以做得更好 他是做影像辨識 所以他可以把一個寶可夢拖進去他的競賽區 那他就預測出這隻是水系啊 這隻是電系啊 什麼的 我覺得都可以玩看看 但是我個人是先推薦完這個圈叉遊戲了 所以你只要點這個匯入啊 剛剛我們說啊 其實你要先對於人工智慧有一定的了解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想要訓練的 比如說天氣的模型 要訓練哪些資料啊 我現在想要訓練寶可夢 可能要收他的攻擊力啊 防禦力啊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在新增專案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建立好 但是你用這個使用範本啊 他就都幫你弄好 所以你都不用管那一些 就直接點進去你的專案就好 那點進去專案之後呢 其實這裡不要做 那這裡呢 其實就是 我現在比如說我想要訓練天氣的模型啊 那我希望天氣分成的晴天、陰天、雨天 那些標籤 其實不要在這邊建 只是呢 你點了那個專案範本之後呢 你也都不用管 所以帶著學生在操作的時候呢 你覺得都不用點 你就直接選這個成果應用就好 那當你選了成果應用啊 他就會問你說 喔目前你的專案啊 想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開 那我想要用Scrash 3嘛 所以就點這個Scrash 3 然後他就會問說 啊目前你什麼資料都沒有咧 確定要來做嗎 確定 他就點那個 所以你就點這邊這個按鈕 他就會跳出來 好 那接著呢 就會出現一個Scrash的畫面 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邊呢 不一樣的地方會在他的擴充機幕 那一樣 稍等一下 他跑出來 好 我跟他運作一下 好 這邊有說 這個呢 我自己是這個 如果要讓學生快速的體驗機器學習啊 那線上呢 是有一個Scrash的體驗的 那他就是這個 那這一切呢 在我的頭影片裡面都有 在我的雲端音節裡面都有多一個活動 所以如果老師你對於剛剛這個流程 覺得很快 跟不太上 你沒有辦法 你要自己去看我的這個影片 再來複習這個操作 那我個人呢是建議玩這個戰無不勝 也就是緊緻遊戲啊 然後 好 開起來了沒 開起來了 用這個網站去開Scrash啊 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在他的這個擴充機幕這邊 看一下擴充機幕喔 他在這個左下方這邊啊 就會多了AI的擴充機幕 那這個AI的擴充機幕啊 當然是跟隨著你在設計你的專案的時候 你去做的那些設定啊 我希望電腦學哪些東西啊 那我的資料分成了哪些標籤 那些那些設定 就會去影響到MaiNaiTor吉姆 好 那這個Scrash交出來之後呢 他在上面這個 這邊有個專案範本 在上面這裡 在專案範本這裡呢 就會有對應的那一大堆的程式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說他提供了很多的範例嗎 大部分的範例 都是要去抓他的那個學生的參考書來看 然後才會知道說 哇架構怎麼放啊 然後程式放上去之後呢 哇程式怎麼改啊 但是圈插遊戲呢 不用改架構 這架構你就點那個範本 架構都幫你架好了 那接著我們就是要開他的程式 來做一點點的修改 那這邊 這邊有個占了不勝 好 好 那這個程式開起來以後啊 就是要看 就是他 待修改的基因物呢 放在五台區 在五台區呢 這邊有三塊這個副程式 還沒有還沒有完成 那當然你也可以借此 來跟學生說明這個副程式 來說明模組化的概念啊 那這三塊基因物呢 我就先快速的簡單的做示範 反正我們其實要帶學生看一下英文 第一個呢就是我希望使用 機器學習的模型 這個網站它是怎麼樣去辨識 我下次要下載哪邊呢 就是要把目前的檯面 傳到網路上去 那網路上就會訓練完 那個AI辨識完 會傳下來 說要把基因下載哪邊嘛 所以呢它其實是這個辨識 那接著呢另外這兩個就是 我想要把那它是怎麼去學呢 它是要把勝利的人的下載的方式存起來嘛 什麼叫做勝利的人的下載方式呢 就是現在的排面長怎樣的時候呢 把它下載哪邊 所以呢我要把這個資料傳上去 它就在這邊 有一個增加資料 增加資料 那增加完資料之後呢 我還希望它去訓練新的機器學習模型 訓練新的機器模型 那它其實做的很貼心了 就是它把相關要塞的東西呢 都放在附近 所以你只要照這個附近 把它堆進去就好 像上面這一條呢 是要把當下的排面 傳到網路上去 那網路傳回來說要下在哪邊嘛 所以上面的這一條呢 總共有九個要塞的機器模 就是這九空格 就是這九個位置 分別目前 誰是圈圈 誰是叉叉 誰是空的 所以這裡有九顆 那下面的這兩條呢 就有十顆 因為這兩條是要把這個勝利的人 下載的方法傳上去嘛 所以它有九個就是當下的位置 是分別放著誰 那第十個就是 它勝利的人下載什麼地方 所以你只要把它堆堆堆堆堆堆 堆好以後 好 可以拨它 多了 水火三拨 好 把這十個東西丟進去以後呢 就可以點預期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圈插遊戲 那如果老師你對於這個有興趣的話呢 我也是這麼建議的 就是我會建議學生 第一步下的時候呢 都下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然後你就會很快的感受到 AI就開始學你 所以呢 比如說現在只是要對抗 那我就先亂向 等一下喔 可以 我應該會贏吧 欸不然它打住了 目前應該還沒有AI的成分 不過這局看起來是平手 平手 欸我輸了 一個謊聲 我輸了 好 等一下喔 那目前其實程式還在運作 因為預期還按著嘛 要等那個預期跑完 那目前它在運作什麼呢 目前它就是正在把資料 傳到網路上去寄 好那預期沒有按住了 所以就可以進行下一盤 那我個人都會習慣從 譬如說我從左下方開始下 等一下你就會發現呢 電腦就每次也都下左下方喔 好 這一局吧 一選前詞 勝利了 那一樣預期是按住的 所以等一下 等到它把資料傳上去之後呢 才可以進行下一局 那是因為今天網路的關係 要不然其實還蠻快的 好你看我每次都故意先下在左下方 然後等一下你就會發現電腦也開始下在左下方 好再贏它一次 好點預期 這個是電腦會先下 然後還沒有學到 好還是 還可以 還可以 會不會那麼聰明呢 好 很笨 開始很笨 那這是正常的啊 我們會讓學生去體驗這個很笨很笨的過程 那漸漸的AI 越來越聰明的學生才會有感覺 好 往下 從下這邊 一個路 好 一個上路 好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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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 這是什麼 還是 它那個一開始是誰下棋呢 是隨機的 有的時候是你先下 有的時候是電腦先下 有的時候是電腦先下 預期 好 沒事 不行 OK 像這一步呢 就是你玩個幾輪之後啊 就會發現 因為我每次都是從左下方開始下 漸漸的呢 電腦以前它都是會從某個奇怪的地方開始 漸漸的呢 電腦就會變成是從左下方開始 所以這個是最快的 當學生感受到AI開始學你 那在這個網站呢 我們還可以去看看它總共收集到哪些資料 所以呢 原本在這邊啊 全部都是空的啦 那後來呢 它這裡就做了一大堆的紀錄 我事先下在左下方 所以我去找左下方這一顆 所以你會發現啊 什麼時候下在左下方呢 就是在空的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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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的的時候呢 要下在左下方 那就是在什麼什麼時候呢 要下在 比如說這邊是對手 然後什麼時候是我 啊什麼時候空的的時候呢 要下在下面的右邊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機器學習啊 它根據很多我過往的這個下棋的紀錄 然後呢自己去判斷出 接下來應該要下在哪邊才能夠勝利 那這個 學生要做的事情呢 其實很少 就是專案的架扣啊 什麼的 它都弄好了嘛 學生要推的啊 只有紅色的這邊 就是在舞台這邊有三坡 那我覺得推這三坡呢 也是有幫助的 讓它比較清楚的知道 人工智慧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啊 要把這個牌面傳上去 然後它會傳要下在哪邊 還有要把勝利的人的資料傳上去 它要學這樣 所以這個是機器學習的部分 好的 所以呢機器學習是這樣子的 那接著就要快要進入到深入學習啊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推薦的網站 對 那像剛剛這個機器學習呢 補充一點 Machine Learning for Kids這個網站啊 它用的點算法呢 是這個決策術 所以在中間這裡呢 我們還可以把它做決策的 就是它學習完了喔 它一個模型的 那我們還可以把它的決策術打開來看 所以像如果要講到比較深的內容啊 就可以去開起來說 這個原來它做決策的過程是這樣啊 這顆術叫做決策術啊 那裡面的資料啊 數值是什麼的 所以它後來就是根據這張圖來做判斷 那當你玩得越多次的時候呢 這個圖就會越來越亂 所以如果老師在課程中 也想要講到這個部分啊 那這個網路資源還蠻不錯的 給老師們分享喔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機器學習 那接著呢 當我的機器 當我的 欸我們前面有講到這個人工神經嘛 當我的人工神經夠多 然後我的這個層數夠深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它稱為深入學習 那因為這個時候啊 它的這個算勢很多 然後運算能力很強 所以就可以幫我們解決比較複雜的問題啊 那這個是一個人工智慧的這個架構 就是其實人工智慧分成了什麼 強AI啊 弱AI 那人工智慧有好多過往的舊的技術啊 包含什麼感知器啊 專家系統什麼的 那裡面呢 有一塊就是第三波的熱潮 就是機器學習 那深入學習呢 只是機器學習的再延伸 就是把相關的技術做得更厲害 做得更好 所以它整個架構是這樣子的 所以深入學習並不是另外一個 獨立出來的東西 它只是更厲害的機器學習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 欸深入學習也是電腦 可以從資料中來學習啊 只是呢它可以做更複雜的運算 所以像是影像啊 好像是聲音啊 好像是文字啊 這些複雜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用深入學習來處理 那就可以得到不錯的結果 那這邊呢 就有一個深入學習的體驗 那這個網站很紅啊 大家只要參加AI的研習 大概有九成的機會 應該會用到這個吧 那這個網站呢 叫做 teach.com 那我也是快速的說明 它可以做什麼啦 這個其實已經發展了好幾年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了 你看這個圖示啊 就可以知道這個網站在做什麼 這個網站呢 基本上可以做到影像的辨識 可以做到聲音的辨識 然後可以做到姿態的辨識 然後你看喔 原子狗 你要記住這隻狗 在這裡呢 你就點這個get started 就可以開始 那接著呢 它就有支援影像的辨識 聲音的辨識 跟姿態的辨識 那我自己都會帶學生做這個影像辨識 那它後來又改了 這邊呢 有支援這個標準的模式 跟壓縮的 壓縮的就是給樹莓派啊 然後一些微控制器啊 那我們一般都是用標準模式就好 那進來這個標準模式以後呢 人工智慧就是給電腦很多的資料 然後這個電腦可以根據資料來學習 然後做出判斷 這個網站的切割啊 剛好就是這三個部分 最左邊這一坨呢 就是我要負責給電腦很多的資料 中間這一坨呢 就是它會學習 它會訓練 最右邊這個呢 就是它會根據我們給它的資料呢 來做出判斷 上面這個class啊 名稱都可以改 那給它資料的方法呢 有兩種 一種是我可以用upcamp 快速的給它一大堆 或者是你上網搜尋 然後用upload都可以 那這個專案呢 如果你就是一個長期要發展的啊 你可以直接把專案下載 那下一次在下一堂課 要繼續延續你這個課程喔 就直接用打開專案的方式來開 就可以了 所以呢 這個是這個teachable machine 然後我這裡呢 在 在簡單體驗帶學生用teachable machine的時候呢 我都是帶學生來做AI 可不可以幫我辨識有戴口罩 或者是沒戴口罩 這是我自己的示範喔 那之所以要用這個示範呢 是因為要配合新聞時事 前一陣子這個超商店員 還要提醒顧客要戴好口罩 結果顧客甚至被殺了咧 所以我會帶學生去思考說 如果我們可以用科技的力量 來保護這些超商店員的這個生命安全啊 那這不就是科技存在的意義之一嗎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到一個AI 來幫我辨識顧客有沒有戴口罩呢 然後我們就來做看看 所以呢就開始來做這個 那我自己的示範呢 我就是用有戴口罩跟沒戴口罩 那到目前都是簡單的體驗啦 所以學生他有很多種創意的想法都OK的 他要可不可以辨識1 2 3 4 5呢 可不可以辨識剪刀石頭布呢 都OK 他可不可以想要用他的籤筆和裡面的東西 來辨識看看來玩看看咧 都可以 甚至我還看到我們學校的女生啊 有這個很有創意的作法 他上網搜尋了一大堆周子彌的照片 然後上網搜尋了一大堆Visa的照片 然後後來AI呢就會跟他說 你長得比較像周子彌還是像一隻啊 對對對很有創意啊 後來我就把這招學起來 我自己就會搜尋很多送中機的照片 放很多車椅給我的照片 然後AI呢就會跟 所以我後來的示範會有兩個 我自己會示範這個口罩的部分 還有我比較不要臉嘛 所以就會示範說 車椅優跟這個送中機 然後呢AI就會幫我辨識出 今天長得比較像送中機 就是開心的一天 那學生也笑得很開心啦 那我覺得也沒關係 也完成這個部分 我希望他們知道的東西了 在這個部分我希望他們知道什麼呢 人工智慧就是根據資料來選嘛 所以我先給他資料 然後學出來他就會有結果 當然如果要在更深度的來說啊 學生在給他資料的時候 會給他很多奇怪的資料 比如說剪刀石頭布 剪刀的時候呢人都一起在裡面 結果石頭的時候呢只剩下拳頭 那這個資料辨識的結果就會很差 因為我們應該要把背景啊 什麼的都全部都過預料 但是OK的 反正這裡就是先簡單的 簡單的讓他有這個 這個這個體驗啊 那Teach of Home 訊這個網站好用啊 因為呢其實在他上面這裡呢 有一個匯出 我可以把他的模型匯出之後呢 就丟到某一個Squatch的網站 然後這個我就可以利用Squatch呢 再來做後續的辨識啊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這個AI啊 跟運算思維啊 跟硬體啊 跟那個IoT什麼的 全部都綁在一起喔 所以你看像這裡 我就可以連續的我的程式寫說 如果現在接收到的是 有戴口罩的照片 的那個圖片 那貓咪就做什麼反應 然後我的Microbit 就做什麼反應 所以寫出來的樣子會像這樣子 然後這裡呢就是Microbit 在控制馬達 在控制我的這個燈條 那這個啊就是我後來 帶學生就是剛剛都只是簡單體驗啦 到這邊是後來的延伸 就是在做專案 那專案呢我自己的示範就是 我要把AI電源這件事情而做好 那當然不會只有 那就是訓練完 有戴口罩沒戴口罩之後呢 第一階段就是讓貓咪講話 那我們可以配合那個語音的節目啦 你知道Squatch可以講話嗎 這個語音 所有的貓咪呢 偵測到人有戴口罩 就會說歡迎光臨 那偵測到的是沒戴口罩 就會說請戴好口罩在路內 接著呢再延伸到硬體的部分 這個偵測到有戴口罩啦 我的這個馬達才轉 未來配合生活科技 做一個模型屋 那真的有戴口罩那個才會開門 然後呢再配合這個燈條 那它才亮綠燈 或者它才亮紅燈 所以呢像這邊啊 Tutiful Machine的模型啊 其實是可以匯入Squatch 然後做進一步的應用的 那怎麼用呢 在我的頭影片後面有說啦 有兩三個網站支援 像這個呢 Strange Style 是日本的教授弄出來的網站 啊這個呢是OSBP 或者是S4A社群做出來 這兩個網站的擴充機目啊 都有支援這個部分 那我自己呢是 後來在Squatch的部分呢 就會帶學生來延伸他的專案 而且呢我是希望 學生自己去想一個 他想要解決的問題啊 然後呢再跟生生用平板配合 這個Teachable 如果你們學校的載具啊 是Windows 那沒有什麼問題 就直接用瀏覽器 就可以上 就去Teachable Machine 然後就可以訓練 如果你們學校的設備呢 是iPad 那要去抓Teachable Machine的App 不過介面啊 什麼的一模一樣 所以學生就變成是拿著他的載具 拿著iPad或什麼的 去到他真實的想要收集資料的地方 收集資料 然後寫程式來解決 所以像我們剛剛那個超倉店員那一個啊 不一定要在電腦教室做喔 真的帶一組然後去S7裡面 然後叫他真的在那邊收集資料 後來再訪問店員的反應 後來再訪問一些顧客的反應 然後再叫學生講想法 再叫家長寫想法 聽起來就是教學卓越 呵呵呵 那種等級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但是很難做嗎 不會的喔 其實很簡單 而且呢就是 欸真的啦 那AI來解決生活的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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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特色特產呢 如果跟深深用品板結合喔 效果是很不錯的 那等一下呢 就也會介紹說 我們學校在帶這個部分啊 那有哪些經驗這樣子喔 那接著就講到機器學習啊 所以我就會比較深入的來講 那機器學習有哪些分類 機器學習有什麼監督室啊 我非監督室啊 半監督室啊 增強式學習 那什麼是監督室學習呢 監督室學習就是我們 像我們剛剛是做了很多的活動 那其實剛剛做的那些呢 全部都叫做監督室學習啊 因為我們給電腦的資料呢 都是有標記的耶 什麼叫做標記 標記就是答案 就是剛剛我們舉的例子說 如果我手上有一大堆 十星的圓圈圈跟空星的圓圈圈嘛 十星跟空星就是答案 十星跟空星呢就是標記 所以呢我這個 如果你手上的資料呢 是已經有標記的 是已經有標準答案的 那這種就叫做監督室學習 那電腦在幫我們做的事情呢 就是分類 但是啊像我自己就會用一些活動 讓學生來體驗這個標記資料 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剛剛的那一些活動呢 標記資料都很簡單 標記資料都不難做 但是其實標記資料 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像這個呢 是一個硬幣辨識的系統 它要把五塊十塊 一個一個框框框框框 標標標標標標標 還有這種疊住的呢 它就不知道這塊怎麼處理 這個只有一張 學生要幫我標個二十張 標到後來你都沒想 就發現好煩喔 沒錯喔 這個就是我要給它的感覺 就是監督室學習的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後來呢 才點生出了非監督室學習 非監督室學習就是 一開始我的資料呢 沒有任何的標記 我可不可以讓電腦想辦法 幫我把這一堆資料分成兩類 分成三類 或者是分成四類呢 也可以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叫做分類 這個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 叫做分群 一開始沒有答案的 這個叫做分群 那剛剛那個有答案的 才叫做分類 那這個呢 就會回應到我在前面說的文字辨識啊 我搜尋了C200 他怎麼知道C200是洗衣機 他也不知道 但是呢 在網路上有一大堆的型號 一大堆的型號 我可不可以讓電腦 自動的幫我把這一堆型號 分成了2P 分成了3P 分成了4P呢 可以的 當他分完以後呢 你搜尋了其中一個 他就負責把其他的再吐給你 所以你就一開始 瘋狂的收到其他洗衣機了 但是啊 會不會有分錯的情況呢 所以你有機會就會收到3D列印機 還有那種奇怪的東西 那 網路上的那個型號啊 絕對不可能是分類 那麼多種欸 哇怎麼分啊 而且很難很難看嘛對不對 所以網路上 從那一堆的型號的處理 一定是分群 那件事情呢 就有Squatch可以做啦 所以這裡呢 就有一個Squatch 這個應該是 那個佳琪眼中的國原老師 他幫忙寫的 然後 看一下喔 是先按K嗎 是 啊先按濾情 好 按了濾情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滑索去點這個樣子 那因為這個是 這個方法叫做K Miss 就是一開始的資料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類別 所以我就先隨意的把資料點上去吧 那把資料放完之後呢 按空白鍵 就可以決定 我要怎麼樣去放那個中心 假設 我想要把資料分成兩類 那我就隨意的挑兩個中心 那假設我想把資料分成三類 那我就隨意的分三 就隨意的放三個中心 我就先隨意放喔 那放完之後呢 就按空白鍵 他就會去計算距離 他就會知道說 這一堆啊 跟這個中心比較接近 所以這一堆呢 都是黃色 這一堆呢 跟這個中心比較接近 所以這一堆呢 都是紫色 這一堆呢 跟藍色的中心比較接近 所以這一堆呢 就是藍色 接著呢 他就會發現說 這個資料已經分好了 所以我可以找到新的中心 所以按空白鍵以後呢 他就會去計算新的中心點 再按空白鍵呢 他就會移動 所以如果這一堆都是藍色啊 那中心不應該是他呢 中心應該在這邊 如果這一堆都是紫色 那中心不應該是剛剛那邊啊 中心應該在這邊 那黃色的也是喔 所以接著呢 就當然下一步 他就會再去計算說 這個距離是怎樣啊 結果就發現 剛剛這一顆呢 本來跟黃色比較接近 所以他被歸類在黃色 後來之後過了第二次的計算呢 發現其實這顆跟藍色比較接近 所以他就改變了 然後就變成藍色 那裡面也會 就是會有變化這樣子 所以當我繼續去按空白鍵 按空白鍵 按空白鍵啊 你就會發現他的中心呢 不停的移動 移動移動 然後重新計算 重新計算 直到後來呢 他就會卡住 他就不會動 就代表已經找出來了 所以手上原本沒有任何分別的資料呢 就借死被我分成了三種不同的顏色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文字那個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這麼做的 OK 所以這裡呢 就有一個對應的Squatch 可以帶著學生 就講完之後讓學生隨便去點 那看看各種資料不同的分部 然後就去畫 就隨便去挑那個中心 然後學生去觀察那個中心 讓他去知道說 這個方法叫做K-N 說錯K-Means 那K-Means的處理方式 是怎麼處理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呢 我在獎勵裡面 在簡報裡面呢 就是這個非監督室學習的操作 那非監督室學習的操作很少 大部分我們在課程中 在國中端 那學生玩到的大概都是監督室的 那非監督室的很少 那我自己也只有找到這一個而已 那當然 有監督室 有非監督室 那有沒有辦監督室呢 有的 就是我只標記一部分 那剩下的呢 就交給AI來標 那還有其他的 像什麼增強勢 增強勢的概念呢 就完全不一樣 增強勢是依據 這個stuffman 依據電腦 他自己從環境中得到的回饋來學 那他就會去加強 對他有益的行為 這個其實跟我們從小到大的 這個生活經驗非常的像 都是做了一件事之後呢 爸爸媽媽給我們獎勵 那我們就會去增強這個動作 那接著假設被處罰了 那就不要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有非常多的示範影片 到YouTube搜尋這個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會有非常多的例子 那我找到了兩個學生 這是普遍比較有反應的啦 第一個是一堆車子 增強勢學 這個人工智慧的優點呢 就是他可以開啟一分身 所以呢 他在學東西的時候啊 可以瞬間一堆再學 所以一開始 你會看到一堆車子 那這些車子呢 本來的這些動作都是隨機的喔 他也不知道說到底什麼時候要轉彎 到底什麼時候要怎樣 但是啊 他會跟隨著每一次在開呢 他就會知道說 喔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什麼樣的動作 可以有助於我加分 所以他學著學著 動著動著呢 就會越來越厲害 這個一開始都很爛 他一開始都有點撞錢 所以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只知道說 這麼做有助於我分數的增加 所以你看 他就會自己一直踹踹踹踹踹 所以這個資料的收集式非常非常快 然後呢 他會用顏色 綠色就是最前面那一卡 喔 他漸漸的就過去了喔 他在最後有一個很窄 有一個魔王關 然後學著學著呢 欸 又越來越前面 然後就會知道說 在什麼情況之下 要做什麼反應 欸 他 他卡住了 他後來就會過關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像這種呢 就叫做增強式學習 他藉由跟環境的互動 自己來學 那另外一個例子啊 學生也都覺得很有趣 另外一個例子是小恐龍 就是呢 我們學生斷網的時候 就是都會玩小恐龍嗎 那有沒有AI的小恐龍呢 是有的 那他前面呢 就可以示範說 哇 這個就是工程師啊 他在coding啊 他在打那些代碼 打完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小恐龍 複製出來啊 那原本的時候呢 模型還沒有套上去 所以他只有這個 很基本的形狀 那接著呢 試用了一下 上下左右鍵 發現功能沒錯啊 再把小恐龍的形狀套上去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再慢慢的改 就改成AI了 所以跟剛剛一樣 一開始小恐龍 在那邊 一大部分在那邊亂 動作都是隨機的 那漸漸的他就會知道說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呢 用什麼樣的動作 有助於他的加分 然後在這個下面 其實都有一些數字可以看 目前他訓練到 第四個世代 那等到第七 第八個世代開始呢 就會很強 這個 你看小恐龍有些跳 有些蹲 有些微跳 這動作都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第七世代 OK 第七世代 這隻就很厲害 但是這一隻呢 後來會死在一隻飛鳥的身上 因為他太少遇到飛鳥了 OK 所以這個是 真強勢學習 讓學生就是 看YouTube的影片 然後知道說 原來不一定要 就是還有這種狀況 就是他自己一堆 然後這邊亂串 他自己釋出一個好的模式 這樣子 那剛剛這邊呢 就是我們從 這個人工智慧的發展過程啊 什麼感知器啊 專家系統啊 然後講到什麼是 機器學習跟深入學習啊 後來呢 再介紹 機器學習的很多不同的種類 什麼真強勢 非真強勢 然後什麼 監督式 非監督式 然後真強勢 那接著呢 就是機器學習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連算法 在我們前面呢 講過了 其實人工智慧在做的事情啊 就是找出中間的分隔界線啊 但是有的時候呢 這個就很明顯 沒有辦法用一條直的分隔界線 來幫我們做出分類 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不同的方法 什麼KNN啊 SDM啊 決策術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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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多不同的連算法 來找出不同的分類的界線這樣子 那像這邊呢 我最常講到的應該就是KNN 那KNN呢 就是K的最近的鄰居啦 K Linister Neighbor 那 用一個成語來比 我覺得這個成語真的很不錯 用一個成語來比喻的話呢 就是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我的目標呢 我不知道它的種類是什麼呢 但是我去選我的鄰居 比如說我決定我要挑七個鄰居好了 那在這七個鄰居裡面呢 如果是紫色的比較多 我就是紫色 如果是綠色的比較多 我就是綠色 所以就看看我跟哪一個鄰居比較多 所以這裡一樣有一個Squatch的活動可以做 那就一樣是按預期 然後呢 他說按空白鍵會顯示分類 這個應該是隨機的 所以呢 他就會有隨機的綠色跟紫色 然後目標在這邊 那接著呢 應該是按K吧 他就會 就是下面這裡有K值可以調 所以你可以選K值少一點 K值多一點 那他就會幫你把圈圈畫出來 所以比如說我讓K值只有3好了 K等3 然後按K K K 沒有 K 你看他就會畫圈圈 那畫出來呢 因為框到的是紫色的比較多 所以我的這個位置的東西呢 他就是屬於紫色 不過這個程式 有些地方可能沒有寫好 所以比如說我把K值改成5 那有時候他會畫超過 會畫到外面去 就會整個線條就大亂這樣子 這個這個還好 那K等於5的時候呢 一次紫色的比較多 那K等於6就尷尬了 K等於6應該會一樣多 因為看起來好 有三顆綠色 還有三顆紫色 所以應該是不知道類別 所以他就還是黃色 所以呢我們在課程中 我會跟學生說 像這個啦 就是另外一種 幫我們找出分類的方法 當我們沒有辦法用直線啊 或許就像是找很特別的 就是畫圓圈圈的方法 那這個畫圓圈圈的方法呢 我叫做K&N 好 那決策數這個有很多不同的演算法 除了感知器 那除了K&N之外呢 還有這個決策數 那決策數呢 就是會用前面介紹的那個網站 在中間的某一個功能呢 點著點著點著 就可以看到決策數 所以如果老師你希望 就是針對不同的演算法 然後讓老師 就是讓學生了解這些演算法的差異啊 那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資源可以使用了齁 好的那最後呢就是提器學習跟深度學習 那這個為什麼我們要做到深度學習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齁 譬如說我有一大堆的天氣的條件 我有天氣的溫度、濕度、雲量、風向、日照角度降量這一大堆 那我當然可以把天氣分成下雨天 分成普通天跟分成烈日齁 那問題是啊 當我想要把這一堆東西丟進去AI運算的時候啊 我怎麼知道是溫度比較重要要優先看 還是是風向比較重要要優先看 到底哪一個資料是最重要的呢 這件事情啊 就叫做找特徵啊 在以前呢 我們都需要用 我們都需要用人類的經驗來訂定重要的特徵 那深度學習之所以方便啊 就是因為它有很強大的運算 所以特徵值呢 可以由電腦想辦法幫我們找出來 所以比如說呢 我可以用CNN的方法 想辦法幫我把影像資料的特徵找出來啊 那這裡有一個網站 可以幫我們就是簡單的說明一下 CNN是怎麼樣去把影像資料的特徵找出來 這個網站呢 沒有辦法做自己的訓練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它如果要能夠做到自己的訓練呢 那浩德的資源量又太大了 它已經預設了幫我們訓練好了 上面的那一堆東西 大概有十個吧 那其實沒有什麼玩法 就是你給它點下去以後呢 它這裡就會分析給你看 你點到的是這張圖 所有的這張圖呢 分成了RGB之後呢 裡面捲機啊 然後裡面的什麼 詞畫啊 是怎麼做的 所以後來呢 它就認為 比較像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呢 裡面的架構啊 都是可以點開來看的喔 所以你把它點進去看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比較大的 它的這個在處理 在這邊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叫做捲機啊 它是噗啦噗啦噗啦 一個一個跑過去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仔細的講 相關影像屬意的技術 那我會留在我們等一下在 就是我自己 覺得憑空講這件事情 也很奇怪啊 所以在我們學校呢 是有一些活動 然後講完那個活動之 欸學生操作完那個活動之後呢 才來跟他講這個影像屬意的技術 所以這個資源就先留在這邊 老師有興趣呢 可以自己先去點點看 那神父學習的關鍵方法之一呢 這個叫做導船地 就是這個神經網路 它到底是怎麼樣 像我們前面講到的人工神經啊 人工神經到底是怎麼樣去修 自己去調整這個參數呢 這個方法就叫做導船地啊 導船地呢 就是能夠藉由算出來的結果 跟目標 就是當初我告訴他 欸什麼才叫做標準答案喔 所以根據算出來的結果 跟標準答案中間的落差 想辦法自動的去調整參數 那這個後面就是一堆數學啦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它可能就這種的T度下降啊 那些東西 那簡單來說是這樣子啦 我可以先假設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公式 那我就假設這樣子吧 我的目標資料 會等於我們的特徵資料1乘以一個參數 加上一個特徵資料2乘以參數 加上特徵資料3乘以參數 當然以前在機器學習的階段 特徵資料要人類跟他說 哇看到了這個一大堆的天氣資料啊 這個特徵資料1呢 就是什麼 溫度 特徵資料2啊 就是濕度 以前是這樣子的 在深度學習的階段呢 特徵資料電腦會自己幫你找 所以不用管他 那因為呢 一開始的這個參數是隨機的啊 所以當我把特徵資料 丟進去層層層 丟進去算的時候呢 把算出來的目標可能很爛 假設這是一個自駕車的系統 那我會用算出兩個馬達的轉數 結果呢 在目前這個情況 在目前這些 這些情況之下呢 算出來的馬達1呢 應該要是這個數值 那算出來的馬達2呢 應該要是這個數值 所以對起來 我的目標點呢 應該在這邊 結果因為他的參數是隨機的嘛 參數還很差 所以搞不好 他算出來的馬達1呢 在這邊 算出來的馬達2呢 在這邊 懷疑是點起來的 這個看起來 跟我真正要的那個馬達的轉數 實在是落差太大 那沒有關係的 人工智慧 好深度學習 這個感知系啊 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根據算出來的點 還有真正 主人跟他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應該要怎麼開啊 根據這個落差呢 想辦法去把A調整一下 想辦法去把B調整一下 結果A調整完 B調整完之後呢 會好一點嘛 所以呢 他就再算第二次 第二次算出來呢 把這個車子 車子的第一個馬達的數值是這個 車子的第二個馬達是這個 所以算出來的目標點呢 在這邊 還是跟當初我告訴他 在這個情況之下 應該要怎麼開 還是有點落差對不對 沒有關係 有落差 他就回頭再修正參數 那修正完之後呢 再算第三次 還是有落差 沒有關係 再回頭修正參數 還再算第四次 所以呢 當他算著算著 調著調著啊 那個參數 那個ABC 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那總有一天呢 他就可以調整到 他把那些特徵 丟進去算的時候呢 算出來的點 可以跟當時主人 給他的目標呢 非常非常的接近啊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覺得他算完了 他可以根據這些很好的參數呢 知道說啊 在這個情況底下 當時主人是怎麼開的 那就可以完美的預測出 就可以完美的仿造出主人的行為嘛 所以在人工智慧的訓練裡面呢 有一個 有句話叫做 Gavig in Gavig out 都會有學生有迷思喔 比如說 我們有一些自駕車的活動 學生都會說 我就給他亂開啊 AI 應該要知道這個是亂開吧 AI 應該要知道 要修正吧 抱歉 AI 不知道了 AI 會完全的遵照主人的意願 他會完全的去模仿你的行為啊 所以如果你開車的樣子是很好的 你的AI 車才會開得好 如果你的 你在當時訓練的時候亂開呢 那你的AI 車就會開得很爛 那就是因為 他是根據你給他的答案 去調整參數啦 他會完全的想要去知道說 當時你是怎麼樣去開 所以呢 當他經過計算之後呢 哇 最珍貴的是什麼 最珍貴的就是他得到了一大堆 很好很好的A 很好很好的B 很好很好的C 可以藉由這些ABC呢 預測出結果嘛 所以我總是要有一個檔案 來存那A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C等於多少啊 存A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C等於多少的檔案 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模型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說 人工智慧就是在學模型 就是在算模型 就是在運算模型 其實就是在把裡面的好的參數找出來 當我得到了這些很好的參數 我就可以把特徵丟進去 然後就算出當時主人 是怎麼樣來判斷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學你 OK 所以呢這個是深度學習後面的技術啊 那 有一些相關的比較難的數學呢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那那個詞叫做T度下降 叫做老傳遞 那詞可以去搜尋看看 好 那最後呢 這個深度學習的應用呢 就是比如說 深度學習為什麼到現在這麼火紅呢 在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他一開始的 就是說我們拿深度學習的技術呢 去參加了圖片片式的競賽 那其實他一開始表現的沒有很好 那這個比賽呢 從2010年開始辦 應該是辦到了2017年 那後來就沒有辦 後來發現沒有意義啊 人類都贏不過電腦 這整個發展的過程是這樣子的 反正他有一大堆的圖片 然後我們希望去做圖片的辨識 那一開始呢 電腦的表現很差 這個是錯誤率啊 錯誤率呢 大概是28.2% 那我們為了要跟人類做比較啊 所以這個比賽一直都是有人類的專家 那人類的專家的錯誤率 大概很穩定的 就是5%、6%左右 那隨著技術的進步進步啊 你就會發現這個電腦的錯誤率呢 下降下降 這條藍色的線呢 就是有深度學習以後 跟還沒有深度學習以前 那如果有了深度學習以後呢 就代表我的運算能力提高了 所以我可以有更多的神經 那個架構可以更複雜 乘數可以更深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elixnake 他的能工神經的乘數呢 深度呢 是8成 那這裡也是8成 那接著 有到這種152成的啦 所以呢 當我的這個 乘數越多 就是我做的 神經管部做的越深啊 那他運算的效果什麼呢 就會越好 所以在2015年這一年呢 人類的專家正式的被打敗了 在以前呢 都是人類的錯誤率比較低 結果在2015年開始呢 變成電腦比我們辨識的更準 所以這個是 人工智慧 就是當時正要紅起來 然後正要引起他的注意的時候啊 就是藉由這個比賽 他突破了 他比人類的錯誤率還低啊 那第二個紅起來的啊 就是這個阿發共 不過到現在的國中生已經不認識阿發共 連心我沒有在報 所以學生不認識他 那之所以我在前面要挑那個 警制遊戲的體驗啊 就是要跟這個地方做呼應啊 那警制遊戲當然是 比較簡單的 那他是 為什麼他是AI的 為什麼電腦可以自己學呢 那學生在課程中 可以自己去看那些資料 那這裡就是跟他介紹說 這個人類我們其實有做到更大的 這個叫做阿發共 那他的戰績啊 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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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剛剛的圖片辨識競賽 後來人類絕對贏不了那個電腦 那從這邊也是 人類是絕對贏不了阿發共的啊 你看他的戰績也都非常的可怕 那最後就是特斯拉 之所以要講特斯拉 是因為我們學校呢 是有類似的這個課程 那這裡有三個連結 前面這兩個呢是特斯拉的網頁 他在介紹說他的架構啊 然後他訓練的資料啊 那些這個可以簡單的帶學生看一下 在這裡 他會說特斯拉的看一下 這個他總共有八個鏡頭啊 然後他的運算的效能啊 然後他是怎麼樣去做自動輔助啊 那第二個就是他的在這邊 他的神經網路是怎麼做的啊 然後總共有什麼什麼什麼 有些補充的資料 那這個簡單的帶學生看過就好了 第三步這個呢 我覺得是很值得讓學生看一下 這邊 他的那個什麼 左鏡頭啊 中鏡頭啊 跟前鏡頭 跟右鏡頭啊 看到哪些畫面 那我們就會讓學生去看他的方向盤 真的有在轉 除了方向盤之外呢 連他的腳踏板 然後那個煞車跟油門 自己也會壓喔 然後他的技術呢 會比我們前面用到的 Teachable Machine 再進階一點點 Teachable Machine 他是做整個畫面的分類 但是這個特斯大的技術呢 是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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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標 然後呢 像馬路他就會畫那個線條 來知道說他是馬路 那這部影片我覺得最好看的地方 其實是最後 所以我先把他稍微快轉到後面一點點 那中間會看到有人啊 有什麼的喔 那他會發現他會偵測 然後車子就先停下來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 那他的最後的目標呢 是要開回他們的總部 應該快到家了 好到總部了 好 好 好 那個人跑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總部之後呢 這個人就下車了 然後我們就會讓學生猜猜猜猜 接下來他要幹嘛 自動停車耶 超炫的 光靠著這個功能都想買一台了 就不用在那邊路邊停車到半天了 所以你看他自己打開 然後就自己開 然後就自己 就自己找位置就進去了 然後學生就 喔喔喔喔 然後說 想要擁有他 所以這個影片呢 我覺得 最好看的地方 是後面的特斯拉自動停車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是 欸就是我到最後 講到深入學習 在我的生活中有哪些應用 那當然不只那些啦 一大堆什麼 你在Google搜尋過的東西啊 說你的 那個廣告的投放啊 然後電腦怎麼去幫你做垃圾有限的判斷啊 然後AI的醫療啊 车牌的辨識啊 好多好多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就是 欸人工智慧的內容的小小的總結啦 就是人工智慧的操作 到目前啊 這個比較新的機器學習 深入學習呢 其實操作的流程就是 我要先給電腦資料 那接著呢 我們會人工設定特徵 或者是電腦 會自己把特徵找去外 在我們前面做那個圈插遊戲的時候啊 其實是要人工去設定特徵的 只是我們跳過了那個步驟啦 也不是用了他預設的模型 那個預設的那個架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跳過了這個步驟 不過其實 如果說老師你自己對於 那個訓練有什麼想法 或是可以自己去搭 那這個 欸告訴他特徵是什麼 那接著就把資料會給他 他就會做機器學習 他就會建立模型 那最後呢 就是電腦會一句模型做出判斷 所以這個是人工智慧的這個步驟 那這邊有一張 我覺得還蠻發人省思的圖 在我課程中呢 都會給學生看 那就是 到現在這個時代啊 只剩下誰在看書跟誰在畫畫呢 只剩下機器人 在看書跟畫畫 人類是不看書跟不畫畫 像這個Chair的GPD嘛 讀了那麼多的書 為了要能夠回答人類 這個呢什麼 Stable diffusion for me journey 幫人類畫東西 人類在幹嘛 人類都在看手機看手機看手機 所以這個呢 它是 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閒思啦 阿你敢爹 阿你敢好 這樣子 好的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 這個人工智慧的 基本的內容 那接著呢 我想要介紹一下 我們學校的課程 這個也是 剛剛老師們都看過了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呢 有學AI 有製作AI 然後有用AI 這三個東西呢 環環相扣 那我們當然會用很多有趣的主題來把它包住 那我們學校的課程呢 是因為我們接了這個計畫也要進入到第四年了 所以第五 很大一張 在我們的課 不過很多的內容呢 在剛剛都有跟老師們分享過了 我個人呢 是首推 就是先用Squatch 來帶學生完整的體驗 人工智慧是什麼 包含 警自有信那一個阿 包含 我們用Teachable訓練出來之後呢 再用Squatch去選後續程式 那就是紅色的這一塊 那我們學校呢 自己是會做影像辨識車 還有之前的那個 派亞 那個 貓咪杯 全都在 那個迷宮車嘛 那反正都是車子 所以就把它放在一起 那最左邊這一塊呢 是我們學校的特色課程 那它是用YOLO 去找東西的技術 那讓學生去研導不同的東西啊 那中間這一塊呢 是那個 學AI的部分 就是我們還是有些資源 希望學生紮實的了解 人工智慧的知識阿 還有人工智慧背後的數學 那如果老師你也有興趣的話呢 那以下我就介紹這些資源 像是 知識的部分呢 其實教育部是有出教材 那這個教材呢 就叫做和AI做朋友 那這個教材 我覺得裡面珍貴的地方是阿 除了基本的介紹 這個人工智慧的概念之外呢 它有很多的不插電活動喔 那我自己就從裡面 摳人一部分出來 來帶學生做 那老師你也可以參考 這個教材呢 都放在教育大市集 那如果你有OpenID登錄呢 就免費喔 就抓下來看 所以當然你可以看看說 有什麼部分是你比較需要的阿 就單獨的一給學生也可以阿 那如果你整本都需要呢 它有出書 書一本是120 所以如果你們學校有突推阿 然後組長在錄的時候 有沒有想買買什麼書 我覺得這個可以買成箱書啦 我就給學生看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路程影片 然後就放在中華開放教育平台 這個影片呢 是博客式影片喔 每一部影片呢 後面有題目可以練習 那它總共有六張 對國中老師來說呢 我覺得當然六張都要把它看 那這個也是 如果你有接人工智慧的計畫阿 一定都要看過的 他會就是要認證 那但是阿 對如果你是上課 想要把這個影片放給學生來看阿 那我覺得看第一張就好 就是人工智慧的基本的概念喔 那這個第一張呢 有四個小節 其中第四小節之一 跟第四小節之二阿 再講資料看看 我覺得可以跳過 可以直接看第四小節之三就好了 那我自己呢 在這個接人工智慧的計畫呢 接了三年要到第四年阿 在這一年呢 我就把我自己整理 就是根據那些調查 來自己整理內容 然後呢 這個就是剛剛你看到的那一份頭影片 那我把這些內容呢 放在ADPuzzle上面 這個ADPuzzle阿 是深深用平板 教育部的軟體採購清單阿 那它是摩克斯的 所以我自己也放那些問題 所以如果老師你上課有需要阿 我就去ADPuzzle搜尋 人工智慧 應該就會看到我放在上面的影片 那你就拿去用吧 我就放在上面就是要給老師用的 那我覺得阿 他的優點就是學生一邊看就可以一邊回答 那我就可以去檢查學生的學習狀況 那當然不會整節課都給他看那個影片 那個影片一部大概是五分鐘六分鐘 看完之後就對應的做活動 看完之後就對應的做活動 那那個活動呢 就在剛剛我們介紹了很多的網址 那簡單的體驗呢 像Teacher跟我們訊 這個就一定會做了 那第二個這個做呢 我們是一定會做 那這個Teacher跟我們訊 我們自己都是用素養導像在帶 就是先帶他們去認識 為什麼要帶考 這個AI不會幫我們便室有帶考照跟沒帶考照嗎 那這個做呢 是一個圖鴨的網站 學生的反應也都很不錯啦 他會出題目給你 然後學生就用滑鼠去畫 如果用深深用平板呢 我覺得更方便 因為用滑鼠畫圖很難畫嘛 但是如果你是發IPAD給他 他就用手指頭在螢幕上面去畫 會比較有趣啦 所以這個我給老師們參考 那我們學校呢 在數學的部分呢 其實有參考教育部的教材 然後自己弄了一個卡牌的活動 在這個卡牌上呢 這所有的資料都在我的資料夾裡面都有 那所以你要直接把這個卡牌摳過去 用出來給學生做也都OK 在這個卡牌上呢 主要有這個角色的攻擊力跟防御力 還有一些位置的材質 那我們是希望學生呢 幫我把這個攻擊力跟防御力呢 先描繪在這個坐標軸上 那我們的卡牌呢 分成了水系的資料跟電系的資料 就是我們是借用寶可夢的齁 那問題就來了 現在我這裡呢 有一張古空級魚 然後我很肯定它是水系的 那我也很肯定它的防御力啊 我可不可以藉由手上的資料 來預測出這個位置的數值呢 當然是可以的嘛 因為人工事會就是去找出資料跟資料之間的關係啊 所以當我有一大堆的水系資料 當我有一大堆的電系資料啊 我就可以請學生去把水系的資料 之間的關係找出來 這個叫做它的回歸線 回歸線其實就像是平均值的那種感覺 那我也可以把電系的資料的回歸線找出來 我也可以把水系跟電系中間的分類的界線找出來 當然這個不會真的叫它去算 這個是請它拿一把尺 然後在那邊對對對 去對出一個它覺得最像的那條線 但是啊這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因為人工事會在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去修正參數嘛 當它拿著尺在這邊對來對去的時候啊 就彷彿是自己在那邊修正那個參數一樣 然後呢 如果有這三條線之後 我就可以藉由我手上的資料 去把位置的數值預測出來 去把我像這個啊 這隻是知道攻擊力啊知道防御力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屬性耶 那很簡單嘛 我就把它點上去 如果它坐落在分類界線的這一區 那它就是電系 如果它坐落在分類界線的這一區 它就是水系 所以這個呢就是用這樣子的卡牌活動 讓學生稍微的知道說 它背後的數學就是這麼做的 但是沒有叫它真的去算 就是一個概念這樣子 那卡牌呢有分成好幾批 那這個是第一批的卡牌 那第二批的卡牌再給它 然後再請它把它點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發現 這個資料更多更亂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用一條直線呢 是沒有辦法區分的 所以我們就要教它新的方法 那新的方法就是 所以它就要去畫用圓規 然後去畫圓圈 那這個呢都是用攻擊力跟防禦力 那如果我是用那個位置的數值呢 那點上去之後呢 資料是沒有任何分類的 我要怎麼樣去把手上的資料 分成兩批 分成三批呢 那這個就是 所以後來我們都是有這個卡牌活動 來對應剛剛講到的這些技術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就會用偷插電的方式 加深用詞匯曲 然後呢加深學生的印象 那也是剛剛有示範給老師們看的那些 那我自己是做了一個進階的偷插電 所以你去我的那個 資料槳裡面去挖呢 你會挖到這一支程式 在這個程式裡面呢 其實我會希望學生完成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有往前運算 然後有計算修正的梯度 然後就是我都幫他寫成半模組化了 他其實不需要去寫什麼 他只要把這邊依照正確的順序 把他堆好就可以了 那我希望他了解 原來他的修正參數時間 這麼一個事 是這樣的順序 那這個是參考 剛剛我們看的那個網站 但是我把我的卡牌的資料放上去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點點點點點的分布啊 怎麼跟剛剛的那個卡牌一樣 沒錯 就是參考那個Reform 所以呢 我就把我的卡牌 後來再改成這種 投擦面的方法 然後讓學生去了解相關的原理 那這個呢 都是用數學 希望他去了解AI的背後的 用卡牌 了解背後的一點點的數學 那接著呢 就是Scratch的部分 Scratch的部分呢 好像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他很方便做很好做嘛 所以其實他是可以達到素揚導向的教學啊 那也有兩個網站支援這樣子的功能 由日本教授開發的 或者是台灣的OSDP這個社盤做的 那我自己在帶學生發想這個專案呢 我用的是這個電視口罩的AI電源 那怎麼做呢 在Teach Apple Machine啊 這邊都有一個匯出 你選擇匯出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把這個模型呢 放在雲端 那接著在剛剛那兩個網站的擴充機目啊 都會有這兩個擴充 這個就是Teach Apple Machine to Scratch 所以他可以把在Teach Apple Machine上面的影像辨識 跟聲音辨識的模型匯進去 然後就可以寫後續的反應 這個呢 則是姿態的辨識 那為什麼他的照片是一隻狗呢 因為Teach Apple Machine上面的那個示範 就是一個人抱著狗狗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這個圖示呢 就是做成狗狗 所以後來呢 我的程式就可以 比如說語音辨識啊 就可以做成這樣這樣 如果辨識出這樣子的種類 那我就希望AI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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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雜細條的反應 所以像這個啊 都可以使用現行的教學內容 比如說我現在就是在課程中 預設要帶學生做一個遊戲 那我原本我也是照著這個進步在教 我也是用上下左右控制角色的移動 只是呢 課程結束之後 我帶他們去玩Teach Home我去 讓他知道這個影像辨識是這麼做的 讓他知道聲音辨識是這麼做的 然後進一步的把我的遊戲改成聲控 本來是上下左右 現在就改成啊 如果他的聲音辨識是往上 那角色就往上走 或者是影像辨識如果是什麼什麼結果 那角色就往上走 所以其實用這個部分來進行教學啊 是最不影響現有的課程架構啊 那就是照一般的來上 只是最後多留個兩章節 把它變成AI的 那這個呢 可以製作地方的特色 就是說你要跟地方的美食啊 景點啊 結合 我覺得都有方便 那因為他也支援影像電視跟姿態的電視嘛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跨域課程可以做啊 那他還可以他還支援的 除了AI 他還支援的物聯網啊 火機電枕什麼這些 所以像這個用這個擴充機幕呢 就可以控制Microbit 那用這個擴充機幕呢 就可以控制LINE 所以呢他會有很多方便的組合的方法 那就像是我剛剛示範的堆的這個 所以像這個就是辨識到有戴口罩 或者是沒戴口罩 馬達就會轉 然後燈條就會亮 然後LINE呢就會提醒 那我自己呢 是還蠻重視這個專案的 所以我們在學校呢 我示範完之後呢 學生就必須要分組 去討論一個他想要解決的生活問題 那就發平板給他 他自己去做一個AI來解決啊 那這裡呢 是我們學校的一些經驗 跟老師們分享一下 比如說呢 有一組學生啊 他去做了這個骨頭 做了這個姿態的辨識啊 那他去辨識了正確的打羽毛球 跟不正確的打羽毛球 你覺得他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他想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AI教練嘛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教練呢 就可以跟他說 你現在打球的姿勢 正確或不正確 那也不見得要打球啊 比如說瑜伽 這個靜態的 然後固定在那邊 我覺得辨識的效果會更好 但是啊 這個是學生想的 這個是第一種 第二種很好笑喔 第一種還被我還拿出來笑學生 就是學生呢 你在那個teachable門訓呢 訓練了眼睛有沒有閉起來 你覺得為什麼他要訓練 眼睛有沒有閉起來 上課 上課打個睡 結果學生要想要做的專案呢 並不是偵測自己上課有沒有在打個睡 他是想要偵測自己在家念書的時候有沒有睡著 因為我自己的學生都是九年級啊 所以他們其實回家都要念書準備會好 那他們的問題就是 他在睡了你知道 然後一個小時就過去了 醒來了一個小時了 如果可以做一個AI來提醒自己睡著 那他覺得就可以提高 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念書效率 那我覺得這個超棒的 這個完全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問題 然後做一個AI來解決他 那第三個呢 是有一組學生啊 他就拿iPad 這個都是拿iPad去外面拍啊 這個他拿iPad去拍的走啦 一大堆有人的走啦 跟沒有人的走 你覺得為什麼他想要做出走廊 有人跟沒有人 這個很難猜啊 這個是因為呢 我們學校有一個適當的老師 行人的 他看不到的 那那個學生就很貼心 想要做一個東西來提醒他說 有人啊 老師你小心啊 下課不要被亂穿的學生撞到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超棒的 他居然去想到別人的需求 然後用我們的專案呢 來想要幫助那個老師 那最後呢 他去辨識其實是斑馬線 斑馬線旁邊有站的 這個人有沒有舉手 你覺得這個他想要辨識什麼 他想要辨識過馬路 就是前一陣子這個行人地獄的話題很紅嘛 對不對 所以他想去看看 舉手了就是要過馬路了 那或許車子啊什麼的 就發出警報提醒 所以這些呢都是學生他想出來的 他想要解決的專案 那我自己的心得是啊 當我們需要 其實這個你說要很高很高的技術嗎 不用的 Teacher要跟我們訓考不好做 我們超簡單的嘛 SQL他們有沒有辦法 對超簡單的啊 當我們把這個技術完全的降低到 學生不太需要付出很多的東西 就能夠解決的時候 他們才能夠真的去想他們生活中 想要用這個東西來解決什麼什麼問題 那我覺得哇每個都很精彩 那甚至還有一組就是 他們自己沒有什麼想法 我說好你們就跟我去7-11 就是到附近的7-11 然後真的去拍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哇這個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玩法 所以呢這個是我首推的啦 就是用Squatch 然後就可以 這真的是素揚導向 我讓學生去想出他想要解決的東西 然後真的做出東西來解決 他才能夠知道說 在課程中學到的東西 是真的對他有幫助的 是真的有用的 那第二個方法呢 剛剛有示範過的 就是Teach 就是Machine Learning for Kids 那就個人推薦用全插遊戲啊 那這個我就跳過 那如果你去發我的資料夾呢 會發現我有這個全插遊戲的檔案 那是因為呢我把全插遊戲啊 我自己去 其實這應該有一個課程 來這個 在這個課程裡面呢 其實會跟老師們分享 全插遊戲啊 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則 你覺得有沒有天下無敵的下打 有沒有大絕招 或是你怎麼下之後呢 這個敵人就昏書耶 有沒有這種狀況呢 是有的 第一指沒有啦 但是下到第二指第三指之後呢 就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出現 那其實我會帶著學生去思考說 就是他們自己要先畫一大堆 然後去想說 全插遊戲有沒有什麼避勝的策略 然後呢 就把這個全插遊戲呢 改成避勝了 那在我早期做的時候呢 我是用這個Arduino來做 那問題是 欸這個Arduino很強喔 這個Arduino是用規則寫出來的 欸像這邊有9顆 那我想要下在哪邊呢 就是下這個123456789 那這個Arduino呢 是人類絕對不會贏的啦 人類頂多跟他平手 電腦超強的 你一個好成電腦就贏了 那問題就是啊 剛剛我們也看了這個AI嘛 你也發現這個AI的很笨啊 啊這個規則的有夠強 那既然AI的這麼笨 為什麼我們在現在的生活中 還一直在強調要用AI的利用呢 就把規則寫好了 就很威 那為什麼不強調規則化 要強調AI呢 那個訓那麼笨那麼爛 這是因為啊 這個是3乘3嘛 規則我們還可以搞定 光搞定那個規則 就要3傑克了 如果是4乘4呢 如果是5乘5呢 如果是微期19乘19呢 欸你還搞得出規則嗎 就不行嘛 但是AI會不會持續的 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進步是可以的 所以在複雜的情況之下呢 AI才有它的優勢喔 很簡單的5加5 你幹嘛用AI去算 用你的大腦 我就會以下級就算輸了 所以在這邊呢 是讓學生知道說 其實人腦還是有它的優勢的 就是快 不用那麼麻煩 但是啊 在複雜的情況之下呢 AI以後做得很好 那這個是Arduino 然後後來 我們又把它改成用squish 它都在我的資料夾裡面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抓來看看 那我們學校的9年級 有一系列的車子的主題 那這個車子的主題呢 我會從Mbuck開始做 之所以從Mbuck開始做啊 是希望讓他知道 那個不是人工智慧啊 那個是寫好規則 那個是用感知器 不過呢 我們是跟他說 其實它又有點像以前的專家系統 所以這一整個跑過來的脈絡啊 就仿造人工智慧的發展過程 從專家系統 進步到機器學習 然後進步到深度學習這樣子 所以呢 Mbuck大家應該也有看過了 不要讓這台車呢 順利的在這個木板上面走啊 哇還真是難啊 那學生就會體驗到它 不太好控制這件事情 那Paya呢 這個是陳大蘇文玉教授那邊 弄出來的軟體 你看到的這幾台呢 目前都是AI 都是學生訓練過的 那他們就是仿造學生的模式 去看看說五個超聲波 測到的距離是怎樣 應該怎麼走 像紅色這台呢 走到終點 所以那就是冠軍 那這個Paya的頑底呢 我是用blocker寫的 所以呢 這個是機器學習 因為我們可以把特徵資料 再弄得更多 或者是特徵資料 弄得再更少 看你覺得哪些資料重要 然後就來訓練 看看有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還可以把它收集到的資料 打開來看 所以比如說它就是 藉由五個超聲波的資料 然後呢 還有藉由這個馬達的轉數呢 去找出中間的那個公式 找出中間的參數 當它把中間的公式跟參數 找出來以後呢 它就可以把目前的超頻波丟進去 算出來當時主人是怎麼開 就學主人的開法 所以像這個工序呢 也可以跟學生說明很多很多的東西 甚至它還可以換模型 那是我們在國中階段 才是沒有時間講這個 那接著就是這樣辨識稱 這個是免費的資源 這個資源就做當機卡 那在我的資料夾裡面也有 那怎麼安裝 怎麼使用的 也有影片 是可以自行參考 那在課程中呢 學生就很像在打電動 那當然 各位應該都知道 他們不是真的在打電動啊 他們在收集資料 這個它在管的時候呢 這個學生就說 老師如果校長走過去怎麼辦 說明天啊 你在上課啊 怕什麼 像這個車子呢 它是可以收集到 那個鏡頭拍到的影像資料 還有當下的油門跟方向盤的數值啊 所以裴公司會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會幫他把這個資料的特徵找出來 然後呢 去找出中間那個公式 未來呢 他就可以知道說 看到什麼畫面 丟進去那個公式 然後就算出主人是怎麼開的 他就會選你 所以在當時你在開車的時候啊 如果開得很爛啊 那這個DI就會學得很差 那如果你開得很好呢 DI就會學得很好 所以這個是做到深度學習 我做到很像電視 那我個人呢 其實是還蠻推薦使用Paya 因為大部分的人工智慧呢 都是自己做自己的啦 像剛剛Squatch那個 很有意義嘛 它自己拿出去 然後就弄了很多 解決了它的生活問題嘛 但是它就是做自己的啊 Paya好人的地方在啊 可以多人對抗 而且不要不需要付費啊 它其實全部都是免費的功能 所以呢像這個就是我們在課程中 學生就是我自己一定都會辦班級的比賽 那這個就是各班在比賽的時候的樣子 那今天目前聽不到聲音啊 如果你會 如果你有聽聲音 你會知道說學生是非常吵的 那這件事情呢 也很適合拿來做各校的特色喔 我都會把就是每個班一定都會run到這個課程 就九年級 那我就會把每個班的冠軍都找出來 然後在畢業典禮 或者在校慶運動會的時候啊 再把這九個AI來辦一個總決賽 我覺得這個很亮啊 我是校內示範的AI競賽耶 那對老師來說其實沒有什麼難度啊 因為我們那個控制模型什麼的方法 都是界面化的 點兩下點兩下點兩下都可以做 那老師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呢 我們應該都有相關的影片什麼的 可以給老師參考啦 所以像這個我覺得蠻蠻特別的 就給老師們參考這個資源齁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學校的這個特色課程 那其實這個特色課程呢 用的技術是同一個 這個技術叫做YOLO YOLO呢 是一種影像辨識的技術啊 那之所以開始接觸到這個技術呢 是因為某一年的科技創意競賽 題目是登革熱 那就要找文子嘛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看一個技術 可不可以幫我把畫面中的文子找出來 結果呢就找到了YOLO是可以做的 那後來呢我們就再把它延伸 看看說他可不可以幫我 從這個複雜的畫面裡面呢 把威力找出來 結果發現是可以的啦 所以後來我們學校的擺攤呢 有一段時間就是擺找威力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圖卡 然後就發給那個來挑戰的人 然後請他把威力找出來 那他可能要找個一兩分鐘嘛 找完之後呢 我們這裡有一個已經訓練好的電腦 然後有鏡頭 把圖卡插下去啊 他就會幫我把威力找出來 你覺得把圖卡插下去到他找出威力啊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呢 大概0.0幾秒 一插下去瞬間威力就出來 所以首先 讓他知道人類跟電腦在找東西的不一樣 那像這裡有一個示範的影片 這個就是用那個鏡頭 然後拍我的iPad 所以你看喔 像我這個一刷過去 他馬上看到威力 就馬上就幫你找出來 所以人類找東西 跟AI找東西啊 速度的差別在這邊 也是希望來闖關的民眾呢 了解這件事情 那接著就會有一些知識性的啦 哇 他這個找威力是怎麼做的啦 影像電視是怎麼做的啦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跟學生 就跟來闖關的來賓呢 介紹這些 那這一招還蠻好用的啦 所以這一招呢 後來不用拿去做了別的事情 我們呢 跟故宮去年有一個合作案 就是找小翠 小翠呢 不是我們亂畫的 是故宮真的有這一隻 他是那個翠玉白菜 化身成的小精靈啊 那我們就找那個其他的廠商呢 幫我們把小翠放進去 清零上和弧的 13個場景裡面 那就會像剛剛的找威力啊 學生拿到了圖卡之後 要把小翠找出來 那在找的過程中呢 就會順便去欣賞這個文物啊 然後後來 這個這一關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請歷史老師 來介紹他的歷史啊 文物的那些知識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校去年做的一個 很有特色的跨域課程啊 通常科技領域的跨域課程喔 都跨一點點啊 他不能到底在講科技 跨域的東西很少 但是這個是我難得做出來 我覺得非常的平衡 有一半的時間真的都在講文物 還有另外一半的時間呢 在講科技 像這裡呢 這個畫面裡面其實有兩隻小翠喔 最明顯的就是這一隻嘛 你還有找到另外一隻嗎 欸 你家 哇這這麼小 這麼難找 這就是要凸顯AI的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學生在那邊看圍包 然後一插下去 零點幾秒 哇 的答案都出來了 讓他知道說 哇原來AI這麼厲害 那後來 我們再去介紹 影像辨識啊 然後去怎麼訓練模型的那些 那歷史的角度來說就是 像這個機構啊 這個場所 這個場合啊 你覺得它是一個什麼地方啊 看得出來啊 跟我們的工作息息相關啊 呵呵呵 學校 古代的學校 然後就跟學生說 哇你看你多幸福啊 古代的學生呢 要背書啊 是跪在前面啊 然後老師棍子拿著要揍人的這樣子 那你現在呢 你不要反過來揍我喔 就已經覺得很慶幸的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古代的學校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朋友喔 你覺得這個小朋友在幹嘛 他是要偷聽還是他要逃選 偷聽 為什麼你猜他是偷聽 為什麼你不會猜他是逃選 這兩種都有學生說 講逃選的就是他不要講逃選 然後講偷聽的就是他比較熱血的 因為呢沒有人會問到要逃選 從老師旁邊逃啊 要逃應該要從後面逃啊 那為什麼要偷聽呢 因為這個時代 並不是大家都能夠受到教育啊 然後這裡有一個人 他在幹嘛 你看得出來嗎 他在尿尿 這裡有一個尿尿小朋友 好多好多 那這個也是啊 這個是古代的餐廳嘛 那在古代呢 沒有信用卡 所以你進餐廳的時候呢 銀子要代購 那我怎麼知道進這間餐廳 它的等級是什麼 我要代多少銀子呢 從他門口掛的這個可以看出來啊 這個都是聽歷史老師講的才知道啊 這個呢叫做黃字 然後我們還可以從他門口寫的字呢 來推斷很多的事情 還有從他的停車場 停的車 清明上的圖呢 本來是宋朝的 但是用這個名字做出來的畫呢 有五十幾幅 那後來呢 這個是江南的作家 畫的江南風光 那江南是沒有馬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馬呢 都是從外地進口 都是從北方進口過來的 所以你就想像這間餐廳啊 這邊停著藍寶堅林 這邊停著法拉利 這裡還有藍寶堅林的休旅車 這是平常人吃得起的嗎 吃不起 所以呢 有很多可以說啦 那當然在這個 還有從這個行李的這個動作啊 也都可以講 非常多可以介紹的 那AI的部分就是啦 學生看完之後 找完之後呢 插下去 碰 瞬間 幫他把所有的小碎都找出來 那後續介紹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 非常的有特色喔 很好玩 那找 找 YOLO找東西呢 後來還把他拿來找硬幣啊 所以像這個就是 他拿來辨識各式各樣的硬幣 然後呢 程式稍微改一下 就可以瞬間幫我把總和算出來 那這件事情呢 會跟科技中心的課程合作 就是我們學校也是科技中心 科技中心呢 會有一些物理類的物理分類器啦 像這個 拆掉之後呢 裡面其實本體長這樣子 那就是錢丟下去之後呢 錢會沿著這邊的軌道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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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依照這個孔洞不同大小 他就掉掉掉了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不希望 我們不想要直接跟學生講答案 我們都是希望他在製作的過程中 自己去發現 所以我們的學習家呢 就是問他 為什麼這個可以做分類 你要去討論 然後自己用手指頭在那邊推 然後告訴我一個結論 那右邊這個呢 也是科技中心的 他是黃信惠老師弄出來的東西啦 都用免費的資源 可以給你 那這個呢 是瀑布式的 這個很神喔 為什麼錢灑下去之後呢 錢就會依照不同的軌道分開呢 這個不告訴我 這個 學生也是在課程中 手指頭弄著 然後自己在那邊推 然後自己去分析 大部分人都說 這個軌道比較窄啊 沒錯 軌道比較窄 錢應該是塞住嘛 就像是水溝跟垃圾塞住一樣 為什麼他能夠跳到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不告訴你 有興趣你在問我 那在課程中呢 學生就是要自己這樣子去探究啊 然後呢自己去想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 這個部分做到的啊 也就是 AI 然後跨STEM的這種 而且又跨探究啊 我覺得這個也還不錯 給老師們參考 那今年呢 跟故宮有另外的合作案正在進行中 這個呢是在講 宋朝的皇帝跟皇后的畫像 那這個是要介紹宋朝特殊的美學啊 通常我們對於皇帝跟皇后的印象呢 都是穿得很華麗嘛對不對 宋朝的怎麼穿得這麼素啊 哇不要小看他穿得這麼素啊 這個可是要看他的袖子 可是要看他的領子啊 他的袖子跟他的領子裡面的衣服啊 都是有金絲的 都是黃金在裡面啊 所以宋朝的美學呢 是低調的奢華啊 對他們來說 我是皇帝啊 這種一件上百萬的衣服 沒什麼的內衣而已 每天都穿在裡面 不需要特別弄出來給人家看 你如果想要好奇呢 自己要從我這種很細微的部分啊 繼續推斷出我 其實是非常有身份跟地位 所以宋朝的皇帝有低調的奢華 當然啊 他的採的凳子啊 他的椅子啊 那些做工啊 雕龍畫工那個 全部也都可以說 這個是皇帝 比較低調 皇后就不太低調 皇后就很華麗 你看他這個帽子髒髒的對不對 這個白色的點點都是珍珠欸 他這一頂帽子上面有兩千多顆珍珠啊 而且這個帽子都有名字囉 這個帽子叫做九龍五鳳冠 這邊有一顆龍頭 你有看到嗎 這兩顆是有機 所以這裡有一顆龍頭 那總共有九隻龍 有五隻鳳 所以呢這個 然後他臉上有特殊的裝扮 對不對 像這裡貼的是珠墊 是珍珠 那這個是奇怪的 什麼活殺還是什麼東西的 那他們的衣服啊 什麼也都一大堆可以介紹 像他們身上畫的這個動物啊 是紅腹字雞 為什麼要畫紅腹字雞在衣服上面呢 那是因為這種鳥的性格剛烈 他遇到獵人的時候呢 寧願選擇自殺 也不要被獵人抓走 哇那宋朝人就會說 哇這個太府的皇后應該要的那個形象 所以他衣服上面就畫滿這種野雞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就會跟學生介紹 這些意思 然後當然要從宋人中的故事 開始講大堆啊 然後就問說 同學你覺得這個皇后美嗎 同學都會說 這個看起來醜醜 那沒辦法 畢竟當時的繪畫技術 限制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呢 在對岸啊 其實是有出用這個宮廷劇啊 那他就真的是仿真的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 當這張圖在出現的時候 同學你覺得他美嗎 哇漂亮啊 沒錯 然後其實皇后 如果變成真的呢 應該是這樣 那本來你覺得醜醜的 畫在臉上的這個珍珠啊 畫在這個皇后身上 你覺得這個真的很不錯嘛 對不對 那像他的帽子啊 看那個帽子看不出的 所以啊 在看我們真的仿真把它做出來 你就會發現原來這麼的華麗 這麼的漂亮 那除了這個之外啊 在那個朝代還有很多有趣的行為啊 像這個頭上畫的這個呢 是花 那宋朝是一個非常愛花的朝代 所以他們的帽子上面都是沾花 那甚至啊 皇帝還會賞賜花給臣子去帶 那是一個榮耀這樣子 那講的這一堆啊 跟AI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 你一定對於皇帝跟皇后的形象有一個概念嘛 但是啊 苦於我們的技術能力 我們可能畫東西畫的很爛嘛 這個是我畫的 我畫東西就是這個的爛 那在目前的深層師AI的時代啊 有沒有辦法利用AI的技術 畫腐朽為神奇呢 把我畫的很悲劇的東西 想辦法弄得真一點 可以的 我們只要把剛剛皇帝跟皇后的資料 都送進去算成模型 後來用Stable Diffusion 它就可以幫我Pute 生成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個就是 學生自己去手繪 然後我們就是掃進電腦之後呢 用AI幫它補起來 那讓學生知道說 AI對我們幫助嘛 也就是可以 把我們不擅長的地方變得比較擅長 所以在以前呢 我因為不太 我可能很會寫文章 但是我不太會畫畫 所以我出書的時候呢 我就要找一個畫家 來幫我畫裡面的插畫 在未來的時代啊 這一切都可以自己想辦法用AI把它伸出來 那一切都可以調整到你更想要的樣子嘛 我覺得這個就是深層師AI做你的幫助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一期 就是還在發展中 那會想要讓學生體驗的這個 GAI的課程喔 好的 所以最後呢 就是我們課程的這個總結 今天早上呢 我跟老師分享 我們在學校是怎麼樣去進行的公司會的課程 還有我們學校用很多的活動來 包包包包包這些啊 那我覺得其實AI真的是一個工具啊 其實剛剛講的什麼不差遍的活動啊 Teacher Home Machine的辨識啊 這些啊 都可以想辦法用不同的主題 然後把它變成跨領域啊 我個人真的是覺得跨領域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在生活中的隨便一個技術啊 都沒有辦法是用單一領域來解決的 所以如果可以讓學生在學校的生活中呢 就去習慣說啊 我現在要做一個專案 我需要用到什麼什麼什麼的知識 一起來解決它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好習慣喔 所以這個也就是跟老師們分享 我們學校的做法 那如果老師們有什麼好的甜字呢 也一定要跟我說這樣子齁 好的 那上面就是我們今天早上的部分齁 對 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的討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